好 那我们开始啊 好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在秦辉老师的讲座之前呢 我们对做一个简要的访谈 从清华大学退休之后啊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这个 您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 给同学说什么样的课程呢 嗯 清华大学主要是给 正式的题目叫 从诸子北加 新闻 是讲 还有一个 历史的课程 还有一个就是 更和现实比较接近的叫做 全球化危机与新冷战 这个就是可能是和现实关系比较密切 嗯 那全球化危机和新冷战 那全球化危机和新冷战 因为您的学术研究啊 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 您的学术研究 您在讲这个 这个 和这个 这个 同学们的学术研究 不可能 新冷战 可能新冷战还是比较保守了 嗯 因为 像俄乌战争体现的就已经不光是冷战而已了 嗯 就 甚至都带有一定的局部战争的色彩 嗯 所以这的确是战争的色彩 嗯 所以这的确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 在香港 这个 原本 是你目前 比较重点关注的 研究对象和思考对象 从 做 我开始 说法叫做 好奇心比较强 赵先生说 他他当然不是说我 是说他自己 就是我的先生本身也有这个特点 就是兴趣比较广泛 嗯 用他的话讲就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比较广泛 嗯 用他的话讲就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嗯 嗯 所以我们关心的事 也比较 嗯 嗯 让他向何处去 嗯 嗯 我从来不说他一定会向何处去 因为我是 反对历史决定论的 嗯 我认为历史是不确定的 嗯 嗯 而且他的走向跟我们的努力有关 嗯 嗯 从来没有什么 先定的东西 所以我不会讲他向何处去 但是我会 嗯 我会考虑我们 希望他向何处去 嗯 为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嗯 嗯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真是我马上要问您的问题 但是你似乎又给出了 给出了一个答案 我的问题就是 嗯 我们 知识界和社会界都很关注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 还有一些危机 包括这个全球化的这些危机 国内和国外啊 就是 这个是 因为你是学历史嘛 对 历史看了更斗策 这个 是不是有一些 一个必然的因素在其中啊 嗯 就是是不是我们走到这一步 是具有一定的 你不能说是必然性 但是是不是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嗯 至少不是偶然吗 对 对吧 嗯 我不太 我其实专门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 谈我的历史观 我是很 反对用必然和偶然这个概念的 嗯 我更倾向于用 大概率和小概率这样的概念 嗯 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相互联系 很难说什么东西就真的是上帝自骰子 完全是偶然的 嗯 但是这些联系有强有弱 有很多联系其实是很弱的 嗯 即使是很强的联系 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讲它是必然的 嗯 因为人文之间的因果关系 毕竟不同于物理上的因果关系 嗯 很难说有A就 有 原因A就一定会有结果B 嗯 嗯 人文 人文世界的很多变化只能说有 大概 有因素A 有因素A 就很可能会有 因素B 结果B 嗯 但是很可能只是一个概率的概念 嗯 即使概率很大 比如说0.9 嗯 当然这个概率很难量化了 但我们通常讲很可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概率的思维嘛 不过当您说我们这个整个全球整个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 你要是说是有大概率的话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嗯 嗯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呃 假如说这个概率很高 那么就就一个因果环节而言可以说 嗯 嗯 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因果链的话 很可能就不是 嗯 嗯 这是我不断的在讲的 我觉得 我们很多过程其实不是一个单环节的因果 而是一个 嗯 因为A所以B 因为B所以C 因为C所以D的这样一个因果链 嗯 而这个因果链本身的概率有一个规律 嗯 就是嗯 一个因果链的总概率相当于每一个环节的概率的呃 呃 成绩 嗯 而这个每一个环节的概率都不可能大于1的 所以它的总概率是不断的在递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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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较长的因果链条而言 很可能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必然的 嗯 就是 所谓的 心里糊刻的那句话 就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 就不是原因 那我现在用您这个对历史的这个理解和对现实的分析方法 我们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 这个普京治下的俄罗斯 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一个大概率的结果呢 还是 不是 呃 对于已经变成事实的事情来讲 嗯 我们现在很难说它大概率小概率 因为 这个事情不能重来一遍 嗯 是吧 但是我们 呃 当我们讲到怎么对待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然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 呃 就是我们怎么吸取教训 所谓吸取教训就是 嗯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减少它发生的干预 比如我们假设一下 在萨克世纪九十年代 这个叶利钦选择的接班人不是普京 是其他人 这个历史的进程可能就又完全不一样 嗯 当然是这样 呃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什么东西是必然的 不过呃 呃 我也要讲 就是我们既然是讲概率 就有个因果关系在内 我也呃 呃 我觉得历史研究啊 是一定要探讨因果关系的 你不能说什么东西是没有原因的 是吧 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没有原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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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如果我们说什么都是偶然的 那就不必做因果分析了 嗯 嗯 但是如果我们说什么都是必然的 那因果分析也没有什么用 嗯 嗯 是吧 因为嗯 这些东西都已经宿命的决定了 嗯 那我觉得当然这两种 这两种状态在我看来都 而不是实际历史发展的呃 呃 这个过程 呃 呃 我们再问一个这个 这个中美关系 刚才我们说的时候是 你看中美关系如果啊 用这个历史的您刚才说的这种方法来分析的话 中美关系走向冲突 嗯 嗯 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还是 不是呢 呃 呃 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讲了 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因为你不能重复实验 嗯 嗯 呃我们就不必去讲它的概率大和小 我们只能说它是有原因的 嗯 走到这一步我们完全可以分析它的原因 嗯 嗯 但是我们这种分析不能得出结论来说 这是无可改变的 嗯 只能这样 嗯 我觉得那肯定不是的 如果说是 以后我们 嗯 嗯 如果我们说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如何面对的时候 当然就是 有一个不言自明的 那个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有可能改变的 嗯 您的意思其实很清晰了 就是你要说概率的角度来说 也只能这个概率 但是它已经发生的呃 呃作为学者研究的主要是它的原因 对 如果说原因很清晰的话 那么至少我们对于这个原因进行修正 我们还可以改善现在的这个状况 嗯 对吧 无论是国际关系 或者说下次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可以避免 可以不走 呃避免负责 但是可以不可 可以避免这个负责 你这个主语是谁呢 呃 呃 当然指的是我们啦 或者说 呃 呃 呃 能够注意到我们的在研究的那些人 但是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啊 呃 然后你要说是重要的政治家 嗯 但是有很多政治家他也无能为力啊 嗯 嗯 我觉得任何一种知识的探讨都只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把这因果分析 嗯 嗯 但是为什么历史的悲剧总是不断重复呢 嗯 这个 如果说我们在的话 嗯 或者我们能够发挥修正原因这样一种功能的话 啊 当然这个期待是非常好的了 嗯 嗯 但是历史在不断的重复 嗯 这当然是这样的 嗯 秦老师那个您在过去十几年这个发表的一系列的著作啊 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啊影响巨大 呃 现在很多的听听众观众和读者呢都非常关心您 因为您很长时间呢也很少听到您的声音了 呃 虽然在网络上还流传着您很多的观点 嗯 对 有的可能也假冒您的这个身份来发表的 嗯 对 但是大家都都觉得这个应该是秦辉老师发出的声音 对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呃 呃 除了以前您发表的著作之外 这个 最近这几年您是不是还有写作的计划和新的 重要的著作的发表呢 嗯 发表这个东西由不得我 所以 嗯 我没有办法说会有什么东西发表 嗯 但是写肯定还是要写 还在不断写 思考 阅读写作 这个都是 嗯 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是不会放弃的 嗯 不过您比沈志华老师要好多了 沈老师研究的这个忍战现当代史 有很多问题相对比较敏感 您这个毕竟还有一个一个历史面向过去的历史研究嘛 对吧 所以说至少您对过去的历史的那些研究的著作 呃 它是纯学术性的著作 嗯 这个对于他的发表不应该有太大的问题 对 但愿如此 嗯 好的 这个在秦卉老师的讲座之前呢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访谈啊 回答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秦老师我就把时间交给您 对 然后时间呢不限 因为今天是您的一个独立的讲座 啊 所以我们都期待您把您的思考啊 嗯 这个全盘拖出 嗯 时间没有限制 好 嗯 另外呢 秦卉老师也是我们洪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委员 所以今天呢 他也是以学术委员的身份啊 为洪泛研究所做一次讲座 好 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你 我们的讲座就正式开始 好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嗯 今天是 9月11号 9月11 911 嗯 是俄乌战争正好进入两百天的这个时期 嗯 这两个世界 这两个事情都有些联系 因为大家知道 嗯 正是911 使得美国搞了一场反恐战争 嗯 这个反恐战争 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 事情就是阿富汗战争 而阿富汗战争 在去年年底 就是一年以前 就是 等于美国是以失败收场啊 嗯 那么这个事情 当时就引起了很多议论 那么 今年2月发生的俄乌战争 其实某种意义上 跟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嗯 因为阿富汗本来就曾经是 俄美较量的一个 嗯 虽然后来后冷战时代 俄美在阿富汗这个问题上 曾经有过合作 嗯 但是俄美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不好了以后 美国在阿富汗表现的 软弱 或者说虚弱吧 嗯 或者说失败吧 嗯 的确是鼓励了一些 就是就是 以美国为敌的 或者说以美国为假想敌的 一些冒险 错误的判断 很多事情 嗯 在阿富汗这个事情 以前可能不敢做的 嗯 在这以后就敢做了 嗯 所以这个事情是 这两者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呢 也有一些 背后的理论分析 是我们是可以 嗯 联系在一起的 嗯 那么这个两百天也是很有意思 嗯 大家知道这个俄乌战争 一开始的时候 嗯 大家都非常不看好俄罗斯 包括 不看好乌克兰 嗯 包括美国都是这样 美国和西方都是这样 当时 他们千方北级的阻止这个战争 发生不断的 向世界发各种各样的警告 嗯 甚至病急乱投医 让习近平去劝 嗯 普京 嗯 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灰了 嗯 也不断的跟 乌克兰领导人讲这个事 嗯 嗯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 嗯 当时是 嗯 很多人甚至都不相信 包括乌克兰领导人 嗯 当时也是 嗯 至少是 半信半疑 嗯 而且从他们的表现来讲是 表示不相信的 嗯 当然最近 所以说了 说他当时实际上是半信半疑 之所以要表现出不相信 是因为 他认识到即使这个事情是真的 他当时也不能说 他当时也不能说 相信 嗯 因为他认识到假如真的像美国说的那样 那这个事情是 避免不了的 而如果避免不了 他当时说出来 他当时说出来 会马上导致乌克兰 大量的人会恐慌 会外逃 嗯 嗯 会导致 可能不战就已经先垮掉了 所以他当时是要 嗯 让大家都镇静 嗯 所以他表示这个事情是不会有的 嗯 不过他自己说实际上他也是半信半疑 那美国对乌克兰的抵抗能力可以说是完全没想到的 所以在 嗯 在这个战争发生的 嗯 最初几天 不仅全世界都弥漫着好像这个俄罗斯很快就能像搞定捷克啊阿富汗啊那个样子 嗯 很快就能结束这个事 嗯 甚至连美国西方都是这样 嗯 他们在初始阶段对乌克兰 对乌克兰给予的援助其实是极其有限 而且不断的劝这连司机流亡 嗯 甚至已经给他做了一些具体安排 嗯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是是是是 俄罗斯的表现是大跌 让人大跌眼镜 以至于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 这个 这个 这俄罗斯的第一阶段的实力又导致了另外一种比较 就站在乌克兰立场上来讲比较乐观的 看法 认为俄罗斯不过如此 嗯 是吧 在西方的支持下 嗯 很快就可以把它给搞倒 嗯 但是恐怕很多人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一下子就延续了两百天之久 而且现在看来一时半会也还是解决不了 是吧 那么这个的确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要想一下 是吧 这个我们以前的这两种判断 呃 是不是出了些什么问题 呃 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种局面 呃 当然在做这种判断之前也还要解决的 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事情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事情 呃 我们怎么看待呃 呃 俄乌这场冲突 那么这场冲突尤其是在国内 呃 大家知道引起的分裂不亚于在世界上 是吧 我们通常都讲 有所谓的俄粉 呃 有所谓的乌铁 就是那个铁杆挺乌的 是吧 嗯 通常 这两种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都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呃 认为俄罗斯做的对的 一般也都会相信俄罗斯会成功 而认为乌克兰的抵抗有有理由的 一般来说也都相信乌克兰能够打赢 呃 假如说在最初几天 可能呃 这这种相信的人不是太多 但是乌克兰挺过第一批打 第一波打击以后 尤其是在俄罗斯对基辅的第一那个那个第一阶段那个战争实力以后 这么相信的人就很多了 是吧 也就是说呃 对俄罗斯的同情和对他的信心往往是一致的 反过来讲对乌克兰也是这样 呃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 呃 呃 在这个两百天中啊 实际上也还有另外两种人 呃 就是这两者是分开的 呃 有些人 我们现在对着这个摄像头了 哦 对 呃 呃 我们有很多评论者 呃 有一些评论者 嗯 他在立场上是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的 或者说站在 用我的看法就站在 呃 新沙皇这一边啊 啊 因为我们很难说 呃 普京的主张就是传体俄罗斯人的主张了 对吧 我们只能说是 用毛泽东的说法叫新沙皇 这不是 这个这个词也不是我发明的 嗯 嗯 那么很多人 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感情是站在 新沙皇这一边的 但是他对普京的获胜 并没有信心 也不看好 呃 比如说在俄国有一个Gilding这个人 就是一个典型 他是 2014年在 呃 邓巴斯挑头搞 就是所谓的分离的啊 就是 那个那个 应该说他是一个 呃 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或者也可以说是俄罗斯的 那个纳粹吧 呃 呃 这里我要讲 呃 非常在俄罗斯非常反西方 反乌克兰 这个这个是非常极端的 呃 鹰派立场的 呃 其实并不是俄共 也不是俄国的左派 呃 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极其反共的 包括我刚才讲的 Gilding也是一样 Gilding 呃他在历史上是搞那个 呃 所谓的呃 呃 还原历史出身的 呃 他本身是个学历史的人 呃 他还原历史 呃 他在从90年代还原历史 就一直是骂列宁 骂布尔什维克 呃 呃 为俄国内战时期的白军 呃 为撒谎叫好的 呃 应该说是个典型的极右派了 呃 但是他当然是 呃 呃 在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扩张中 他是个极先锋 呃 呃 不仅说说而已 而且是 也是个实干家 呃 呃 那个2014年的那个 呃 呃 邓尼茨克的独立 呃 他就是积极参与者 他还当过邓尼茨克共和国的国防部长 呃 在军事上也有一套 但是这个人 对这一次普京发动的 这个俄乌战争 从一开始就批评非常厉害 认为普京呃 呃 完全没有做呃 准备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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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 他甚至说过俄罗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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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呃 嗯 呃 呃 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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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对俄罗斯的前景非常悲观 那么反过来讲 也有一些人 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这样的人 比如说 那个最近在俄乌评论界 很有名的一个博主 叫做王陶陶的 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是坚决站在普京的立场 而且对什么民主啊 什么西方啊 都是极其仇恨的 就认为应该铁腕 就认为 而且他就认为 普京还不够铁腕 他甚至把斯大林啊 希特勒啊 这些人都奉为偶像 认为 但是他对普京 就极其不看好 认为普京是必败无疑的 而且也是 他和吉尔金基本上是一样 认为普京就已经失败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理由 是差不多的 都是认为普京不够强硬 普京不够铁腕 普京如果像 斯大林 希特勒那样的形势 那就一定会赢 那么反过来讲 还有一些人 是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 认为乌克兰的抵抗是正义的 希望乌克兰 能够胜利 但是 他们对这个结局 也不是很乐观 甚至很不乐观可以说 那么 这里头的 这里头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我 我其实 在那个 俄乌战争 没有开发 没有发生之前 我就已经在 金融时报上 登过两篇文章 说这个局势非常之危险 而且 而且这个 无论是西方还是乌克兰 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做准备 这个 预后是 很不乐观的 那么 当然了 应该说 乌克兰的那个 后来的抵抗 包括 泽连斯基的那个抵抗 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其实也出乎我的预料 那么到了后来 这个战局改变以后 到了三月间 这个乌克兰好像是变得很有信心 挺乌的人也很有信心的时候 我大概在乌克兰问题上 大概在金融时报上 在FT上大概前后就是从他之前 就是从一月份开始 没有开战之前 一直到大概是五月份吧 我先后写过七八篇文章 就是在这个情况变得好像很乐观了以后 我仍然是持相当悲观的看法 我觉得乌克兰挺过了第一波打击 但是仍然有可能 最后的结局跟那个当年的苏芬战争是一样的 因为苏芬战争 芬兰的抵抗最初也是非常出色的 也是使大家大开眼界 一个小小的芬兰把俄国打 把苏联 不可一世的苏联能够打成这样 但是最后的结果 战争持续几个月以后 芬兰最终还是屈服了 因为当时整个世界和芬兰的 这个力量对比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 当然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是有什么必然的 我也不自命为我有未卜先知的算命的本事 这里我要讲 实事求是的讲 我的预测也经常是错的 这个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我前面也讲过 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不确定的 我们可以分析它的因果关系 但是只能够在概率 这个意义上来分析 所以我也没有说乌克兰一定会失败 但是我说 即使在乌克兰现在已经取得主动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要考虑会不会出现 像苏芬战争那样的最后的结局 那么当时就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记得一个挺屋的朋友 也是个军事分析家 叫做顾泽徐先生 他就写了文章跟我商榷 他认为我太悲观 他列举了很多 他列举了很多信息 认为乌克兰和当年的芬兰是不一样的 乌克兰肯定能赢 而且好像是 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已经拖了两百天了 到今天 实际上我们还看不到 这场战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当然我此刻说这句话的时候 俄乌战场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这个转折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的 就是乌克兰最近在乌东战场主要就是哈尔科夫附近 尤其是那个巴拉克利亚 那个库皮昂斯克和1953角地 那个反攻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脏 那么这个当然又会使很多人变得很乐观 我觉得这个胜脏的确是打得非常精彩 而且会成为一个经典的案例 但是要说这个这场战争 这次胜脏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恐怕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那么我这么看并不是怀疑乌克兰的这个抵抗 我觉得尽管很多人对乌克兰 到底有多大的毅力 可能会有一些想象不到的地方 但是这几个这两百天 让大家其实确实已经看到了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 包括他的总统泽连斯基的抵抗意志 以及他们做出的努力 但是我的不乐观 主要并不是对乌克兰的不乐观 而是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的不乐观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绥靖主义这个事 我觉得目前造成的这种局面 当然主要是普京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以心沙皇自居的人 自意扩张的结果 但是从西方角度讲 西方长期以来的绥靖政策 也的确是使普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而且即使在目前这种状态下 西方是不是就会完全改变 这个我也是怀疑的 我自己在已经发表的七篇文章中 就已经讲过 西方摆脱绥靖主义不是很容易 但是 促使他们摆脱绥靖主义的 就是他们对手的凶残 他们对手的凶残 到了一定程度把他们逼到了墙角 那么他们 不改变也就不行了 就像当年的纳粹一样 就像当年的 纳粹啊 日本啊 那样 是吧 那么今天的俄罗斯也是这样 是吧 那个 2月24号的 悍然发动战争就已经是这样 是吧 后来的什么布查大屠杀呀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也是这样 是吧 因此这些事情 能不能改变西方的绥靖呢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的确也改变了 但是要彻底改变也非常之难 尤其是在 今天的这个核时代 又更是这样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很多因素还是不太 不太可知的 是吧 我们从这个战争打到今天 看到俄罗斯作为一个教师爷 一次次的打破了西方的绥靖的幻想 使得西方一次又一次的赌咒发誓说 我们一定要这个下决心 来来制止俄罗斯的这些这种事情 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实际上俄罗斯对西方 对乌克兰的资源 也还是有很大的局限的 是吧 有人说那是在挤牙膏 是吧 就是在实在不行了 才再挤出一点 实在不行了 再挤出一点 的确也是这样 是吧 这个东西 它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是有很深刻的原因 甚至有很深刻的制度原因 我认为绥靖主义从来不是 只是有什么张伯伦啊 达拉蒂啊 这些 或者我们现在讲的 比如说默克尔啊 是吧 马克龙啊 从来不是这些个人的问题 实际上和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点 有关的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个绥靖主义 我认为是民主制度没有办法改变的 的一个特征 但是反过来讲 民主制度之所以可取 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就是因为 这个我们称我们贬义的称为绥靖主义的这个特点 我们贬义称为绥靖主义的这个特点 其实在另外一些场合 以褒义的方式表来认述 就是啊 这几十年来 很多人经常提到的 所谓民主和平论 是吧 就是民主国家不轻易的发动战争 就是进入了战争也比较容易轻易的退出 是吧 那么这个说法 很多人把它叫做民主和平论 我们现在看到啊 很多人 同情民主制度的人 都喜欢接受民主和平论 但是他们很难 那个那个 主张 说绥靖主义是民主制度难以 难以改变的顾及 是吧 因为这是一种贬低了 是吧 那么反过来讲 那个否定民主制度的人啊 经常批评西方的绥靖主义 是吧 甚至认为这个二战啊 什么这些事情都跟 那个那个西方的那个 西方跟那个 西方对纳粹啊 对这个这个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 那个纵容姑息有关 甚至说的最极端的 甚至把他们都看成是一种共谋的关系 但是他们往往这些人为了否定民主制度 又坚决不承认民主和平论 这样一种 似乎是对民主有利的这样一种解释 其实在我看来这两者没有什么不同 是吧 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就是民主国家 进入战争不是不可能 但是门槛非常的高 退出战争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 门槛很低 是吧 而这个很多专制国家 在这个方面就是相反 是吧 那么这里头的确是有很多 我们可以分析的地方 那么 我们首先 就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俄乌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把俄乌战争 尤其是站在乌克兰立场上的人 看成是普京这个疯子 突然间发了疯的结果 在2022年 突然 他突然间悍然 冒天下之大不韦 发动了战争 实际上 大家知道 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八年 是吧 而且 我们知道 那个 像维基 他就把这个俄乌之间的关系 分成了两个词条 一个 就是那个俄乌在 2014年以后的这个冲突 但是另外一个词条就是2022年的 这个 这个俄乌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普京自己 就有恃无恐的说 战争根本就不是在 2022年开打的 而是在2014年已经开始了 已经打了八年了 是吧 他之所以有恃无恐的这样说 就是因为西方 其实很多舆论是有意的切割 邓巴斯战争与俄乌战争的 因为邓巴斯在2014年发生这个战争以后 西方一直采取基本不干预的政策 实际上就是隔岸关火的政策 是吧 当然 他们内心是同情乌克兰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做什么事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批评 那么所以他们在1922年 终于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往往有一种倾向 就是把2022年以前的这个事 和以后他们下决心 要跟俄罗斯对抗 是吧 要做一个切割 但是普京却并不领这个情 实际上啊 我们如果要看看这个从2014到2022年的这段时间的这个 这两国的这个关系啊 我们会有一种在历史上非常似曾相识 但是却是淤金为烈的感觉 那就是普京在这几年的表现非常像当年的纳粹 甚至有有过之 普京现在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他把乌克兰称为纳粹 是吧 大家知道这当然都是 这当然是谎言了 是吧 乌克兰可能真的有一些极右派 或者种族主义者 这哪个国家都有 但是就整个乌克兰而言 大家知道冲着 乌克兰把一个犹太人选为总统 这一点你就不能想象他是纳粹 是吧 何况普京的这个说法也受到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和纳粹有关的 当事方的和和历史上纳粹的侵略相受害者各方的一致的反对 是吧 大家知道普京这么说了以后马上是纽约大屠杀纪念馆 以色列是吧 欧洲的各犹太人社船 世界上各犹太人社船纷纷出来说 他们并不认为乌克兰的做法跟纳粹有什么联系 反而俄罗斯的很多做法跟纳粹是相似的 是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像不像纳粹 这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讲 是吧 比如说他的反游 是吧 他会不会突游 这当然是和当然这是和纳粹相比的一个角度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你当然不能说普京就是纳粹 因为普京现在并没有对 犹太人有什么太出格的举动 是吧 那么就国内的专制就国内的集权统治而言 应该说普京也没有像当年的纳粹那样 对整个社会实行这种集权主义的控制 是吧 我们通常都讲俄罗斯民主倒退 普京现在又重新变成了一个独裁者专制者 但是普京作为一个独裁者专制者的 那个那个那个独裁专制的程度还是 应该说是不能跟纳粹相比的 是吧 假如我们用当年那个 楚安平先生那句有名的话 我们可以也可以这样说吧 是吧 这个在普京 反反对普京的人是认为普京统治下自由太少 是吧 他要争取更多的自由 但是纳粹那就是自由的有无问题 不是多少问题了 是吧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纳粹在国际事务中的霸道这一点而已 我认为普京已经完全超过了纳粹 是吧 普京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到今天的这个表现 应该说比纳粹在二战以前的啊 就是比如说我这里讲的处理苏台德危机 到他进攻波兰啊 那个表现啊 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这里啊 我觉得这个历史真的是有惊人的相似啊 这就是 非常之相似的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 呃 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啊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呃 这个苏台当年的呃 就是那个呃 1937到1938年的苏台德危机呃 到呃 1939年的这个这个这个呃 这个纳粹进攻波兰是吧 呃 这之间的关系和2014年到2022年之间的俄乌关系 呃 做一个对比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有很多都是类似的 是吧 如果我们把2014年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1938年的德国喷并苏台德相比 尤其是把克里米亚事件至今的形式演变和当年苏台德事件至1939年的形式演变相比 就会发现这两者实在太像 如果有些细节向上的差异 那么给人的感觉好像也是克里米亚事件比苏台德事件还要过分 啊 我们可以呃 做六个对比 是吧 首先我们看 它是非常相似的苏台德地区 是当年杰克斯洛伐克境内 一个以德意志族居民为主的地区 这就像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境内以俄罗斯族居民为主的地区 是一样的 而杰克 我们知道虽然中世纪早期曾经出现过摩拉维亚国 但是它很早就灭亡了 以后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 杰克一直是在日耳曼人的统治下 是吧 杰克在中世纪 呃 长期是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后来是奥地利皇帝 统治下的 是吧 我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都是讲德语的 都是日耳曼人国家 讲的简单点就是捷克这块地方从来就是日耳曼人统治的 那么对比一下乌克兰这个土地上的吉弗罗斯啊 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也很早就灭亡了 后来乌克兰长期受到俄罗斯撒谎的统治 是吧 这个也是日耳曼人认为他们有理由收拾捷克啊 或者说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有理由收拾乌克兰的理由 是吧 说你们历史上长期以来你们就不是一个国家啊 长期以来你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是吧 普京一直在 普京现在经常这样讲 希特勒当时也是这样讲的 历史上哪有捷克啊 是吧 就像那个普京现在讲的 历史上哪有乌克兰呢 乌克兰从来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国家 正如希特勒说 捷克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国家一样 是吧 捷克长期受日耳曼人的统治 那个乌克兰长期受俄罗斯人的统治 是吧 那么这两个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两个国家都是帝国解体的产物 是吧 也是一样的 奥匈帝国一战以后解体 解体以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家 是吧 包括南斯拉夫 是吧 匈牙利 那个那个捷克 是吧 那个 等等 是吧 那么 奥匈帝国一战以后解体 捷克独立 按照巴黎和会的协议 他的西北边界就继承了独立以前的 德澳的那个边界就是所谓的外来塔尼亚边界 按照这个化解就造成他境内有了这么一块德意志人居住的地方 是吧 那么一个国家新独立了 新独立了 他的边界是怎么定的呢 首先是在一个国际关系的框架下定的 这个框架就是当年 同样讲 同样是日耳曼人统治下的两个国家 就是德意志和奥地利 是吧 那么他们有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就成为捷克的西北边界 那么乌克兰也是一样的 乌克兰从苏联 苏联 这个苏联帝国的冷战以后解体 是吧 乌克兰独立 那么独立以后按照所谓的布达佩斯协议 是吧 他继承了前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边界 于是境内就有了这么一块俄罗斯族的地区 这都是按照那个国际框架来确定的这个边界 是吧 不是按照民族分布确定的 那么这么一来就造成了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存在 是吧 就是捷克境内的德意志人 和那个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而且说实在的历史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相似 那个德意志人在 在当时的捷克战的比重 其实和俄罗斯人 尤其是克里米亚俄罗斯人 在乌克兰战的比重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 这两个少数民族传统上都不太认同这个新国家 是吧 德意志人 苏台德德意志人传统上清德 对捷克斯洛法克国家认同度不高 而且因为德与地位这些问题 与捷克斯洛法克中央政府矛盾很大 极端的 其中的极端者就要求回归德国 那么同样 克里米亚俄族人传统上比较亲俄 对乌克兰国家的认同度也相对较差 英俄与地位等问题 与乌克兰中央政府矛盾也比较深 其极端者也要求回归俄国 那么后来 希特勒就利用这种 苏台德德意志人的离心倾向 鼓动苏台德德意志人 托捷入德 并以武力威胁捷克 那么普京也是一样 他后来就利用这种 离心倾向 鼓励克里米亚俄族人 托乌入俄 并用武力威胁乌克兰 这也是一样的 而且 希特勒和普京都非常强调 这块地方在国际地缘政治中 必须要考虑他的利益 是吧 当时那个纳粹就认为 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加入 不友好的一个同盟 是吧 那么捷克当时考虑到纳粹的 考虑到德国的威胁 为了地缘安全 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 法国支持的小协约国 德国认为是针对自己 产生了希特勒所谓的安全关切 那么同样为了地缘安全 乌克兰希望加入欧盟北约 俄罗斯认为也是针对自己 产生了普京所谓的安全关切 是吧 就是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你不能加入 一个我不准你加入的同盟 是吧 那个捷克加入小协约国 希特勒说 那我就要 那我就要打揍你 是吧 那么普京也是这样说 说你那个乌克兰想加入欧盟 加入北约 那我就要揍你 是吧 这是所谓的安全关切 那么这种动机 又由于这两个大国的内部的危机 产生了一种转移矛盾的这个需要 是吧 我们知道一战以后 德国长期经济危机 民众中存在着怨气 并且导致对一战失败的一种复仇心理 统治者得以煽动起对收服历史领土的追求 是吧 他们德国人一直认为 维马共和国时代的很多事情 是因为一战他们打败了引起的 而且那个大家知道一战打败以后 德国面临着很多不确不利的那个条件 是吧 那么很多人要服仇 服仇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收服失去的领土 是吧 那么同样由于冷战以后 俄罗斯长期经济危机 民众中存在着怨气 并导致对冷战失败的一种复仇心理 统治者得以煽动 对收服历史领土的追求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 这个地方就开始动荡 1938年苏台德出现动荡 捷克政府对极尽的苏台德 鼠德派进行镇压 导致了伤亡 是吧 使得纳粹有了干涉的借口 那么对比一下 2014年基辅发生了动荡 就是所谓的欧罗麦丹运动 这个动荡延伸到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也发生了动荡 但是我后面就要讲 程度比基辅要轻得多 完全没有伤亡 乌克兰政府并没有镇压 但是普京的借口 和希特勒是一样的 希特勒以苏台德出现动荡为借口 以武力威胁捷克 隔让苏台德 而英法则实行 不惜一切避免战争的绥靖主义 没有对捷克提供 曾经承诺的安全保障 当时英法如果对捷克承诺安全保障 纳粹是不敢动手的 当时捷克已经加入了小协约国 但是英法实际上并没有承担起 提供安全保障 那么对比 尽管克里米亚的动荡 在乌克兰全境是最小的 普京仍然以此为借口 以武力为后登 发动政变 吞并克里米亚 而欧美同样实行 不惜一切避免破裂的绥靖主义 没有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这一点比当年的英法还要过分 英法毕竟还是让捷克加入了小协约国 而当时英美就是因为害怕俄罗斯 就一直没有接受 不管是北约还是欧盟 一直都没有接受乌克兰 那么最后的结果是 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屈服 丢了苏台德 结果希特勒得拢望俗 很快就仍然以安全关切和收复历史领土为理由 吞并了整个捷克 并且在一年以后 终于对波兰发动了全面战争 那么乌克兰也是一样 乌克兰不肯屈服 但无能为力 丢掉了克里米亚 结果普京 德拢望俗 很快就仍然以安全关切和收复历史领土为理由 策划肢解了乌东两省 并且在八年后 终于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战争 那么被希特勒逼到了墙角的英法 虽然被迫对德宣战 但仍然软弱动摇 打了一年无所作为的奇怪战争 大家知道从1939年到1940年 英法虽然宣战了 但一直是自堂战争被叫做静坐战争 或者说叫做奇怪战争 实际上在军事上没有任何动作 结果到了1940年 终于惹祸上升 德国大举进攻西欧 结果把法国给灭了 英国也只是因为格德海峡 希特勒灭不了他 那么那就真的是绥靖主义 就最后就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 被普京逼到墙角的美欧 虽然力声谴责俄罗斯 但却明确表示不会派兵援武 对俄只限于经济制裁 甚至连军事援助乌克兰 他们都基本上没有做 这里我讲的是在2022年以前 就是2014年到2022年 这八年内 如果他们在这八年内 像今天对乌克兰的资源那样 给予援助 我就不说是什么 采取什么军事上的同盟了 什么什么 那么普京或许就不敢动手 但是他们当时只是限于 就克里米亚事件 他们只是限于打了几具嘴炮 对俄罗斯进行了一些不同不仰的制裁 这个制裁的程度 也跟2022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基本上就没有做任何事 那么结果造成什么后果呢 结果当然就是造成了最长的全面战争 是吧 所不同的就是乌克兰要比波兰人耐打 是吧 那么波兰 乌克兰挡住了俄罗斯的这个 嚣张气焰 是吧 如果 这个这个泽连斯基 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 就像当年的波兰一样 很快就垮掉了 是吧 那么结果 那么你现在就不知道 俄罗斯下一个月要打谁了 显然 从今天回望八年前 当年的克里米亚像极了当年的苏台德 那么今天的乌克兰不就是当年的波兰吗 当然他们比当年的波兰有作为 是吧 没有像当年的波兰那样很快的垮掉 如果垮掉了以后 那么今天的欧洲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当然 话又说回来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 这个苏台德和克里米亚 或者说俄乌战争和当年的那个 纳粹中狱去打波兰 还是有一些不同 我们也可以分着几个角度去讲 是吧 第一 普京说乌克兰对于俄罗斯不仅仅是邻国 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历史领土 所以我们有权管教乌克兰 我们有权教训乌克兰 那么这个自古以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按俄罗斯教科书应该从1654年的俄乌合并 算起吧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当年那个1654年的别雷亚斯拉夫条约 其实只是暂时结盟 而不是真正的合并 是吧 关于这个涉及到比较复杂的问题 现在俄罗斯说1654年俄乌就合并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1654年当时乌克兰 当时乌克兰的哥萨克领袖 就是赫麦尼刺激他只是因为当时要跟土耳其开战 要跟土耳其和波兰开战 是吧 而自己又比较弱小 所以他请俄罗斯来帮忙 当时签订的是同盟条约 不是什么合并条约 不过我们就算接受俄罗斯的教科书 是吧 那么俄乌合并也是1654年开始的 那么捷克能不能算是德国人的历史领土呢 要知道捷克这块地方 自1002年起就受德意志人为皇帝的 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 1526年起更受奥地利哈布什堡王朝的统治 那要比俄乌合作早得多了 不是吗 是吧 如果从1002年算起 捷克属于日尔曼人 要比乌克兰属于俄罗斯人 要早600年之久 那么这两个国家是新独立的 是吧 所以那个普京说不能算 是吧 你以前就不是一个国家 你是1991年才独立的 那么捷克又是什么时候独立呢 是吧 我们知道捷克斯洛法克 要到1918年才独立 到1938年苏台德事件的时候 只有20年历史 而乌克兰属俄不仅晚了600多年 独立时间也更长 是吧 首先乌克兰在1918年就已经独立过一次 是吧 建立过所谓的第一共和国 或者说叫做正式称呼叫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是吧 当然这个独立后来被 那个那个那个 属俄给给给给摧毁了 是吧 他从1918年到1921年 是吧 独立了三年 我们即使把这三年都不算 那么乌克兰从1991年 再次独立 到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 也已经经过了23年 是吧 就是说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历史 比当年的捷克要长 如果普京管教小兄弟的霸道逻辑能够成立 那希特勒是不是更有理由管教杰克人呢 第二 如果我们单就苏台德和克里米亚比较 杰克独立的时候 苏台德德族人确实是反对的 杰克斯洛法克军队在1918到1919年 也就是杰克刚独立的时候 当时苏台德的德族人 不愿 杰克独立 是吧 愿意 划归 奥地利 是吧 杰克斯洛法克军队在1918到1919年间 多次与苏台德人冲突 尤其是1919年3月4号 苏台德德意志人发动总罢工 要求得到自决权 加入奥地利 杰克军队镇压 曾经导致上北人的伤亡 其中54人死亡 但是与苏台德不同的是 1991年乌克兰独立的时候 俄语区 包括克里米亚 是普遍欢迎的 独立公投的时候 乌克兰人当然是一面倒的赞成独立 俄族支持独立的也是绝大多数 当然比乌族要低一点 俄族认同乌克兰国家的程度 是不如乌族人的 但也是大部分 今天号称最亲俄的 卢干斯克和顿列刺客两周 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 也占到83.86%和83.90% 反对者 就是反对乌克兰独立 愿意认同俄罗斯的 这两个州当时只有13%和12% 在俄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 甚至连黑海舰队的官兵都多数投了支持独立的赞成票 以至于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90.6%的居民讲俄语的 Savastopol 57%的投票者都支持独立 只有39%的人反对 这是和苏台德不一样的 苏台德的德意志人是一开始就反对独立 就反对杰克独立的 那么换句话说 乌克兰乃至克里米亚俄族对乌克兰的认同 虽然不及乌族 但比起杰克乃至苏台德的德族人 对杰克斯洛伐克的认同 还是强多了 亲欧和亲俄的矛盾 在乌克兰只是200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 而且也远远没有 杰克乃至苏台德的杰德民族矛盾 那么深远和严重 如果这就使普京有理由分裂乌克兰 那希特勒就有十倍的理由分裂杰克了吧 第三 在1938年 苏台德还确实发生了动乱 这年的春天地方选举中 极端清德的苏台德德国党 获得了将近90%的德族选票 德族人反截的大规模抗议 多次演变成暴力骚乱 杰克斯洛伐克军队弹压 造成又一次的流血 德国党 或者说叫德意志人党 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党也被禁止 那么与之相比 2014年 克里米亚也发生了一些政治波动 但是这个波动比1938年的苏台德要弱得多了 2014年 克里米亚的俄族思维规模与激烈程度 甚至远远不如基辅 正如普京自己说的那样 没有受到任何的镇压和流血 当时克里米亚亲俄的地区党不仅谈不上背禁 而且当时就在本地执政 克里米亚的亲俄政党不是被乌克兰人推翻的 而是被普京派出去的蒙面人 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 不是被乌克兰中央政府或者所谓的亲欧派所推翻的 所以如果希特勒解放苏台德 还有所谓德族被镇压的借口 那么普京吞并克里米亚连这种借口都没有 按照普京自己的说法 他这个吞并只是为了预防镇压 这是他自己说的 他说现在还没有镇压 但是我首先要 我先要把他吞并了 因为乌克兰人可能会镇压 但是当年的苏台德可不是这样 当年的苏台德 那真的是捷克 已经对当时苏台德的骚乱 实行了镇压的 那么这是第三 第四 在苏台德事件的时候 当时的欧洲主要的大国对立是法德的对立 我们知道在二战以前的欧洲美国是不怎么干预的 是吧 当时欧洲的大国政治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对立 在当时欧洲以法德对立为主轴的地缘政治中 1938年的捷克早已是法国支持的小协约国成员 这被希特勒的安全关切认为不能容忍 但是2014年的乌克兰还仅仅只有加入北约的异象 那个时候他根本就还没有加入 连欧盟也没有加入 而且要讲加入北约的异象 普京自己也曾经有过同样的异象 连个时间表都还没有 普京的安全关切就报了表 到了2022年甚至只是为了人家拒绝 保证永远不加入北约 普京就可以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 这种强盗逻辑如果成立 希特勒把捷克吞并一百次的理由都有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两次事件中的绥靖主义 1938年的绥靖主义 是吧 这个时候捷克寄希望于英法能够保护他 是吧 这他们也是有承诺的 但是英法方面的张伯伦 达拉蒂绕过捷克斯洛伐克 在慕尼黑直接与希特勒达成妥协 使希特勒吞并了苏台德区 是吧 这英法是做得非常不像话的 那么2014年的绥靖主义呢 欧美在2014年倒是没有直接出卖克里米亚 但是在乌克兰被侵略的时候 他们也是袖手旁观 只是打了几具嘴炮 甚至还对所谓的双方实行武器禁运 但是大家知道 对俄乌双方实行武器禁运 当然只是有利于乌克兰 只是有利于俄罗斯的 是吧 因为俄罗斯比乌克兰是要强的太多了 是吧 这就像警察大街上一个警察持枪杀人 警察不仅不管 还不允许受害者卖枪自卫 买枪自卫 但是无论如何 西方至少在嘴炮上 还是谴责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不像张伯伦把出卖当成美德 还夸口他在慕尼黑赢得了 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所以应该说 在2014年 西方的绥靖主义 还没有1938年的张伯伦 达拉第那么恶劣 也有绥靖主义 但是程度比较 那个比较浅 但是到了2022年就不一样了 到了2022年初 克里米亚被吞并已经八年 得寸进尺的普京 不仅进行了八年的乌冬代理人战争 而且眼看就要像1939年的希特勒 亲自出手 明火执杖全面大打起来 这个时候欧美不接受 乌克兰临急入盟 给予安全保障也就罢了 甚至在已经完全知道 俄罗斯即将开战 不像当年的希特勒 是出其不意的闪击战 希特勒当年打波兰 是出其不意的闪电战 但是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是当时美国 当时西方完全知道的 甚至在已经完全知道俄罗斯即将开战的情况下 还特意一再说明 自己绝不会派兵援助乌克兰 拜登甚至一度表示 如果俄罗斯只是小侵略而不是大吞并 他也可以容忍 我实在不理解拜登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就算你真心不想出兵 考虑到俄罗斯是何大国 我其实是同意这个主张的 的确西方人不能轻易出兵 因为现在是和时代 你面对的是个和大国 但是即使你心里不想出兵 你不能采取模糊战略吗 你不说你要出兵 也不说你不出兵 你说出兵 那就会惹恼了俄罗斯 假如真的是这样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 采取模糊战略 保持一点事前威慑 不行吗 你又不是不会这一手 在台海你不就一直是搞模糊的吗 在台湾不被承认为一个国家的情况下 你都不肯说绝不出手 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 马上就要被宰割 你明明知道 而且人家也不断求援 你却自断选项 对已经举刀即将砍人的强盗说 我绝不动手相组 只是大骂几句 加上经济上罚你几个钱 这不几乎是鼓励强盗 放心行凶吗 我认为西方不出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说出来 不但说出来还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 虹口白牙的对俄罗斯保证 是吧 这个绥靖我觉得就有点太过分 那么相比起1939年 当希特勒忠于大打的时候 英法还是第一时间站在波兰一边参战了 尽管是有气无力的奇怪战争 但是比起2022年的欧美 那还是要强得多 当然了 拜登说了 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盟国 所以他对乌克兰只有道义责任 却没有契约责任 但是此前美国对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 难道就有什么契约责任吗 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也不是北约盟国 1939年法国对波兰岛确实是有盟约的 但是英国并没有 英国不就是凭道义责任参战的吗 是吧 说穿了现在的西方 不就是怕俄罗斯吗 何况1939年的德国确实很强大 英法其实当时的军事实力是不如希特勒的 是吧 他们确实是有些弱势 所以他们怕希特勒 应该说还是怕得有理的 但是2022年的俄罗斯 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实力 不要说跟北约 就是跟美国一国也没有办法相比 所以2022年欧美的绥靖主义要比1939年的英法更糟糕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是吧 开战几天以后可以看出 乌克兰并不是当年的捷克 甚至不能说是当年的波兰 俄罗斯这次如果不在一个大跟斗 恐怕也只能是丢脸的 惨胜 类似当年 虽胜犹败的苏芬东战 但这并不是 西方人 努力的结果 更多的 主要的是乌克兰的表现出人意料 并不是美欧没有搞绥靖主义 对这一点 现在有几个流行观点 我是不同意的 有人说现在的乌克兰军队 有美欧的武器 可见这就是代理人战争 阻止俄罗斯的是美欧 算不得乌克兰的本事 这叫什么话呢 且不说现在视频上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重武器 如飞机 坦克 火炮 装甲车等 乃至基本的轻武器 如步枪 机枪等 明明都是 他们自己生产的舒适武器 当然我这里讲的是 我这篇文章是五月份写的 是吧 那么现在的情况 当然比那个时候有些区别 是吧 有什么海马斯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都没有的 是吧 那个时候西方给的是什么 基本上是给的是标枪 毒刺 这一类的单兵防御装备 是吧 那个时候什么大炮啊 坦克啊 飞机啊 什么这些都都没有 飞机到现在也还没有 是吧 那么标枪 毒刺 这一类的单兵防御装备 确实管用 但是西方加快军援 也是最近几天 乌克兰表现出惊人的抵抗意志 赢得了时间和国际上的钦佩 才得以出现的事情 2014年至今乌俄战争打了八年了 你过去见过什么西方武器呢 是吧 包括这个2月24号开战的时候 是吧 乌克兰有什么西方武器呢 不是完全没有 是吧 但是可以说啊 那个时候是微不足道 是吧 后来西方的武器才越来越多 是吧 一直到今天 有人说那就是所谓的挤牙膏 是吧 那个当时他们战争一开始 其实是劝乌克兰 其实是劝泽连斯基流亡的 是吧 后来是乌克兰的抵抗 使他们改变了 那个态度 是吧 所以 战争逆转 不是为侵略者和绥靖者辩护的理由 当然不是为侵略者辩护的理由 但是也不能说 西方在这个事件上 没有绥靖主义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乌克兰人在自己的祖国 甚至是自己的首都反侵略 用了一些外国援助的武器 就是代理人了吗 那么当年朝鲜战争中 中国志愿军 北分之北用的是疏远武器 包括步枪在内 还是在境外作战 不是在中国本国作战 你是不是要污蔑他们 更是代理人呢 他们的战功都应该归功于苏联人吗 还有越南柬埔寨等等 他们与法国美国打 难道都用的是自产武器吗 中国的抗日战争 你以为只是用汉阳罩打下来的吗 苏联打德国时候的租借法案 大家没听说过 是吧 那个时候苏联用了多少美国的武器 这都是代理人战争吗 是吧 这当然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说当初欧美对俄国示弱 是老奸巨划 是吧 说他们的水晶是假的 实际上是有意的对俄罗斯示弱 是吧 使俄罗斯陷入所谓的乌克兰陷阱 还有人说 这是普京中了美国的脱刀剂 就是美国有意撤退 有意退让 让那个就像那个三国黄中的脱刀剂一样 有意引俄国人上钩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就不是什么绥靖主义 而是现代孔明了 但这是不是太吹捧美帝了呢 目前的战局 全是拜登算计好的吗 那为什么前一阵欧美都各种劝说 我这里讲的前一阵是指战前的那一阵 是吧 当时大家知道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不断地在那里警告 不断地劝阻俄罗斯 而且披露了大量的俄罗斯要进攻的情报 包括卫星地图啊等等 甚至兵力部署 是吧 而且不断地跟泽连斯基发警告 是吧 甚至到处请人来劝阻 包括请中国来劝阻 是吧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甚至还逼泽连斯基向普京求和呢 拜登甚至病急乱投医 央求中国出面调解 劝普京住手 遭到中国得意洋洋的拒绝 你不会污蔑中国再配合美国的老谋深算吧 又为什么 战前20天美国就一再报警 指出普京即将大举 连进攻计划都讲了出来 并且上窜下跳的 力图在最后一分钟阻止普京的行动呢 美国不怕阻止成功 使自己的老谋深算功亏一篑吗 不怕普京因为军事机密被揭破而助手 使拖刀剂 因打草惊蛇而失败吗 俄军进攻头一天 美欧多次告知 泽连斯基 俄罗斯会对他斩首 表示要安排他流亡 被泽连斯基拒绝 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的 这么的决心 也是美欧计算好的吗 当然俄罗斯有一个议长 沃罗金 说 泽连斯基早就逃了 是吧 在基辅里那个人是化身 是吧 现在这个 这个说法早已经不攻自破了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不仅俄罗斯人想不到 欧美也是想不到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拜登想象成孔明 是吧 对美对普京搞了一场脱刀剂 是吧 有意的让普京去打乌克兰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是吧 拜登就是没有想到 是吧 他没有想到乌克兰人能够 能够这么这么英勇的去抵抗 是吧 如果按照他的初衷 恐怕也就是 这个这个 如果乌克兰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乌克兰如果像 阿富汗的卡尔扎伊 是吧 那现在早就没有现在的乌克兰了 是吧 战局的逆转 不是因为拜登在乌克兰的表现 和在阿富汗的表现有什么区别 是吧 只是 泽连斯基不是卡尔扎伊 还有人说经济制裁 威力巨大 足以致命 西方压保于制裁就可以 能够不占俄屈人之兵 就不算绥靖主义 的确2014年 克里米亚事件以后 俄罗斯就已经在经济制裁中 受到了一些损失 这些年经济一直在萎缩 并不是他出兵了以后才萎缩的 2014年以后俄罗斯的经济一直是负增长 但是经济损失首先都是老百姓在承担 老百姓的苦难能不能如何能传导上去成为对统治者的压力 其实也与政治体制有关 其实我们后面就要讲 绥靖主义之所以盛行 其实就与民主国家比较在意民生经济损失有关 你看德国就因为北溪二号这一类经济上的考虑 当了对俄绥靖的典型 成为对普京最顺从 这次危机中最软弱的一个欧洲大国 当然现在正在改变 但是他曾经是非常软弱的 为什么软弱 就是因为他在经济上有求于俄罗斯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经济上有求于俄罗斯就会软弱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是民主国家 经济制裁老百姓吃了苦 老百姓就会对统治者施加压力 北姓因制裁而受苦 在民主治下就会对政府形成压力 促使政府寻求妥协 这就是一种高人权弱势 我曾经讲过所谓的低人权优势 在这个问题上 高人权国家就是有弱势的 因为民主国家 老百姓吃不得苦 一制裁老百姓受苦 就会要求政府让步 制裁对民主国家无疑是有用 但是碰上那些 不管北姓死活的专治皇帝 制裁就不怎么管用 制裁饿死了老百姓 跟皇帝有什么关系 是吧 你看朝鲜都被制裁的饿死人了 他还不是核炮仗一个结一个的放 制裁管用吗 当然话又说回来 对于俄罗斯还不能说跟朝鲜一样 俄罗斯的民主倒退 确实还没倒退到朝鲜的地步 这次战争 俄罗斯各地都出现过反战游行 和反战连署声明 这一方面表明普京发动侵略战争 的确是不得人心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 至少现在 未来就难说 普京的专制独裁 还没有达到纳粹的程度 纳粹体制下 是一直到柏林被攻陷 都不可能有反战运动的 是吧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普京现在也还是相当独裁了 在独裁统治之下 经济制裁能够管用吗 或者说 制裁对普京有用 但是作用有限 至少在以暴力强制 北姓饿着肚子 都不许反战这一点上 普京也许还赶不上希特勒 金正恩 但是比起欧美 普京还是有这个底气的 因此乌克兰事件 如果出现转机 那就是乌克兰人民 以及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人 意志坚决 顽强抗敌的结果 并不是欧美如今 制裁出来的 也不是欧美 老谋深算出来的 当然更不是 过去欧美 过去欧美 随静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讲 侵略有罪 随静有错 平心而论 俄乌势态 闹成这个样子 乌克兰人和西方 也并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 但是这些责任 绝不是像有些人瞎喷的那样 完全是另外的一些问题 那么关于乌克兰 我以前在那个FT上 已经讲过 而西方的责任 当然不是什么老谋深算 把俄罗斯逼到墙角 恰恰相反 是他们为额如虎 一味随静 纵容姑息 就像张伯伦达拉第当年那样 结果被土大地 一步步的逼到墙角 而乌克兰更是被逼到了绝境 面临1938年 捷克那样的亡国厄运 那么所幸的是 乌克兰人在他们的民族危机 至暗时刻 比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 更加勇敢 无论他们过去 曾经有多少失误 现在他们赢得了 全世界的尊敬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我们要谈 这个国际政治中的一些规则 我们的确也可以讲 这个国际政治中的规则 的确也有一些是 为那些普京这样的人所利用的 是吧 这就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政策中 国际政治规则中 有一些相互抵触和矛盾的地方 比方说现行的国际政治规则 有一个说法叫做民族自决 但是同时又讲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方面讲 不干涉内政 但是同时又讲 对大屠杀 种族清洗 等人道灾难 国际社会不能 坐视不管 对涉及核扩散 等严重问题的内政 也有国际干预的成立 这些规则上的矛盾 确实造成一些国家间行为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不仅法理上震荡与否 存在争论 道义评价也有一定的 模糊区间 当是各方为自己的利益 从这些相互矛盾的原则中 各取所需 就会形成所谓的双重标准问题 是吧 比方说在科索沃问题上 那么你支持科索沃的 可以说这是民族自决 那么支持塞尔维亚的 可以说这是叫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吧 那么有这个双重标准 就存在着霸权和不公正现象 是吧 有霸权的人 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 对待不同的人 但是这绝不是说 今天的国际政治完全是弱肉强食 没理可讲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抵触 是吧 比如说所谓的内政 内政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外部才留理由干预呢 如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概念的 就最近这几十年的例子看 当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教训不是不该干预 而是干预的太晚太弱 是吧 大家知道卢旺达大屠杀以后 联合国提出了所谓的P2P原则 是吧 就是那个对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承诺的 那个原则 就是在发生人权灾难的时候 国际社会要干预 中国也投了赞成票的 当年红色高棉大屠杀 越南趁机在苏联支持下出兵 把他推翻 虽然这个做法也有称霸印度之那的意图 并且受到中国美国西方国家的批评 但是国际社会只要求越南撤军 并没有要求恢复红色高棉的血腥政权 是吧 关于这一点 柬埔寨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 那就讲得很清楚 是吧 大家知道西哈努克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也是很戏剧性的 是吧 他当年在那个红色高棉掌权的时候差一点被杀 他的王室成员被杀了六七个 包括他的几个儿子 红色高棉当时也要杀他的 只是看在中国的面子上 留了他一条命 但是他也是失去自由了的 但是越南人打进来的时候 红色高棉就跟他就就把他解放出来了 而且让他到想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声望 让他到纽约联合国去谴责越南 是吧 那么他这才逃出了红色高棉的那个魔爪 是吧 那么他跑到联合国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那个讲话可以说是极富戏剧性的 他开始那一段是大骂越南 是吧 说越南侵略柬埔寨 是吧 讲完以后他突然话题一转 说我前面讲的那个话 是我对红色高棉尽了我的义务 是吧 红色高棉让我来讲这个话 确实他们是统治的国家 是吧 我也就尽了这个义务 但是现在我要讲 是吧 我自己的主张 是吧 他就在那里 接着就对红色高棉进行了一番 那个血与类的控诉 是吧 结果就说这个事情不能再 言下之意就是 那个那个 西哈努克 其实就是说越南人要撤军 但是红色高棉就不能再执政了 是吧 那么国际社会后来也的确就是这样 要求越南撤军 但不要求恢复红色高棉血腥政权 后来还成立了连检机构 与越南支持下实际统治柬埔寨的 韩桑林红森政权合作 组织多党制选举 推动柬埔寨建立民主政治 乃至组织国际法庭 审判红色高棉屠杀罪犯 当时美欧中俄日都支持和参加了连检机构 和国际法庭的行动 这些现在都已经没有争议 那么好了 克里米亚如果也发生了卢旺达柬埔寨那样的事 国际社会无疑都会支持干预 当然最好是国际一致 以联合国这样的机制来进行 但是假如俄罗斯以它在该地有特殊关切为理由 要自己单干 国际社会或许会有争议 但也不会极力反对 是吧 就像越南推翻红色高棉莲 那么与卢旺达柬埔寨 当年那种上北万人死难 人口损失几分之一的大恐怖相比 当年科索沃悲剧的惨烈程度就要小 但是持续的时间很长 大家知道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 对科索沃阿族人的迫害乃至屠杀 没有卢旺达柬埔寨那么厉害 但是持续了十几年 从上世纪80到90年代之交 米洛瑟维奇在塞尔维亚上台以来 他废弃了铁拖的政策 当然铁拖的政策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至少米洛塞尔维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9年2月 那个所谓2月事件以来 就不断的出现 那个赛族人视为 不是阿族人视为赛族警察开枪 然后大量逮捕阿族人 我们知道中国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就是 科索沃的共产党政权不是什么阿族人推翻的 就是米洛塞尔维奇推翻的 因为他认为那个科索沃阿族的那些 虽然是共产党人 但是在他看来也是那个那个不够强硬的 所以那个阿族后来科索沃的那个最后两届的共产党政府 就是那个那个弗拉西 是吧 那个那个那几个人都是 不是被阿族分裂主义分子给推翻的 就是被米洛塞尔维奇给推翻的 是吧 那么以后就发生了留学冲突 是吧 1997年开始就变成了战争 是吧 那么1998年2月 我们中国的环球时报 在科索沃采访的时候 就报道过塞尔维亚人 对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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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索沃阿族的平民区进行无差 无差别轰炸的 这个报道 是吧 这个不是美国人的报道 是中国人的报道 而且这个报道者 当然我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猜想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很著名的胡锡进先生 是吧 因为胡锡进先生当时就在澳大利亚当人民日报记者 是吧 而且据说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使他形成了他现在的这种 那个对西方很仇恨啊 什么什么的这种 这种想法的 是吧 那么这篇文章是不是他写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是吧 呃 当时196万人口的科索沃 据说已经有80万科索 阿族人被驱逐 数万人死亡 是吧 呃 我们当时的环球时报 不是亲西方媒体了 啊 呃 但是我们当时的那个记者 呃 就是曾经写过文章 是吧 呃 随南联盟军队采访 的时候看到 成片的阿族村庄被轰平时 曾问南方人员 这是为什么 对方坦诚的达到 是南斯拉夫军队用炮轰的 清脚科索沃解放军 不可能没有平民的损失 阿族武装分子躲在老百姓的屋子里 不用炮轰 他们死也不出来等等等等 当时 俄罗斯政府也谴责了米洛瑟维奇 虽然他反对北约干预 但是他认为米洛瑟维奇也不是什么好人 是吧 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就明言 米洛瑟维奇推行的 是我不能认同的政策 那么米洛瑟维奇的疯狂终于引来了国际的干预 是吧 北约在1999年开始对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进行轰炸 后来米洛瑟维奇屈服 科索沃地区实际上脱离塞尔维亚 是吧 由1999年安理会1244号决议下 成立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特派团 联合国管理科索沃 是吧 那么以后联合国与欧盟在科索沃和 科索沃阿卓和塞尔维亚之间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斡旋 并且在2006年撮合双方进行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的谈判 但是始终就没有谈成 而且俄国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之不配合 国际社会也没有办法采取一致立场 那么到了2008年科索沃终于宣布独立 西方承认 但是俄罗斯不承认 是吧 俄罗斯说西方是不恰当的干预 是吧 而西方说那是科索沃人的民族自觉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的确有双重标准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平心而论 科索沃受干预前的暴力和流血程度 不仅比卢旺达和柬埔寨低 也未必有索马里等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那么严重 科索沃如果不是在非 如果不是在欧洲 很可能就被忽视了 是吧 像索马里那个乱得比科索沃要厉害得多 是吧 但是国际社会基本上就不太管 并不是一点没管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黑鹰坠落事件 是吧 美国当时是管过的 是吧 但是死了几个人美国就撤了 是吧 这个也某种意义上讲 这就是民主国家就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他就没有很下功夫去管 是吧 那么科索沃如果在非洲 很可能就像索马里那样被忽视了 或者如果不完全被忽视 至少也没有被很认真的对待 但是因为他是在欧洲 所以欧洲就对自己身边发生的这种人权灾难 就要就要干预 是吧 那么如果因此指责国际社会或者具体指责欧美搞双重标准 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那么我们知道 普京就是张口闭口以科索沃为例来抨击西方的双重标准的 并且声称自己就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来对待科里米亚的 是吧 他说你西方人不是支持科索沃独立吗 那为什么我在科里米亚就不可以搞独立呢 是吧 那么我们这里也有些人说普京这是一个高招 这叫做以西方的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 但是普京自己在科里米亚 在吞并科里米亚的时候发表的讲话 是吧 就是3月18号杜马讲演 就明确提到了科索沃和科里米亚的一个明显的不同 这个不同不是西方人讲的 也不是我讲的 就是普京讲的 而且普京还非常强调 是吧 普京强调的是什么呢 普京说科索沃受干预之前 冲突过程中有大量的人员死伤 而科里米亚按普京自己的说法 直到苏联出兵直到俄国出兵 从死到中没有发生一起武装冲突 也没有人员伤亡 这是他的原话 不过按照普京与众不同的逻辑 这恰恰证明了俄罗斯干预 有理 因为据说如果不干预 克里米亚也可能会发生流血冲突 普京为此振振有词地抨击西方说 拿伤亡作为干预的理由 是不是西方希望任何矛盾都导致人员伤亡 然后才有资格获得解决呢 他说你看我用不着伤亡我就干预了 那么你们西方要导致人员伤亡才干预 你们是不是不如我人道呢 但是普京这样的说辞恰恰比任何西方的诽谤 都更有力的证明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强词夺理 为所欲为完全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 普京只要以未来可能会流血为借口 就可以动用武力强行肢解一个国家 就像借口一个人的手 未来可能会举刀砍人 就提前折断他的手一样 借口一对夫妻未来可能会发动 发生家庭暴力 就事先强行拆散他们一样 如果这样的理由成立 那天底下还有什么样的侵略和征服 是没有理由的呢 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 那就是人道灾难要强到什么程度 国际才有理由干预 如今国际社会对卢旺达屠杀的反思 主流的看法就是干预的太迟 而科索沃的屠杀 没有达到卢旺达的程度 就被干预了 这算太早还是太迟呢 这恐怕是有争议的 如今按照普京的口气 西方在科索沃的干预 似乎也是太迟 导致人员伤亡以后才解决 证明西方不道义 假如普京真的是这样想 那倒也不实为一家之言 但是人们没有忘记 当初正是因为俄罗斯一再阻挠 使国际社会对科索沃事态的有效干预 一直就不能进行 俄罗斯多次的在联合国否决了 国际社会干预的这个主张 是吧 俄罗斯当时似乎是认为 科索沃流血不够多 没有资格获得解决吗 现在普京又怎么又主张 变成是滴血未流的时候 就要使出铁腕 提前防患于未然了呢 普京批评西方双重标准 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是他的标准倒真的是只有一重 普京的标准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自己高兴不高兴 高兴了大量人员死伤 他也可以阻止干预 不高兴了滴血未流 他也可以强行干预 古代的皇帝说政级国家 如今普京的标准是政级国际 是吧 我的话就是国际标准 这倒真的不是双重标准了 是吧 这是只有一重的强盗标准 是吧 我们说由于国际事务 没有国内事务中那种真正的 公权力下的警察 而古往今来的世界警察 都难免是有私信的 但现代国际社会和文明人类 不同于弱肉强食的丛林 就在于这种私信是有底线的 双重标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但双重的空间应该是有限的 是吧 科索沃那样的情况该不该干预 可能因为双重标准 而难有绝对的是非 但是对于卢旺达那种 撕山雪海寒不干预 那就是冷酷无情 惨无人道 而对于任何矛盾寒滴血未流 就强行吞并 那就是政级国际 横行霸道 这一点是非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把科索沃和科索沃做类比 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是吧 但是把科索沃和苏台德做类比 我觉得是非常之恰当的 是吧 而且提到科索沃还有一个问题 普京自己也是非常清楚的 是吧 那就是科索沃只是独立 那么独立的确有一个民族自觉 和领土完整之间的矛盾 但是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西方 都不允许阿尔巴尼亚 以科索沃也是阿族人居住的地方为由 来吞并科索沃 尽管科索沃也有很多人 主张大阿尔巴尼亚主义 尽管科索沃也有很多人主张 和阿尔巴尼亚合作 但是阿尔巴尼亚吞并科索沃 那对于国际规则而言 就不是双重标准问题 而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了 是吧 正因为这样 2010年国际法院对科索沃独立 究竟是不是违反国际法 曾经有过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现在是国际法中的一个著名的案例 这个案例讲的是什么呢 2010年 海牙国际法院就科索沃独立问题的裁决 这里我要讲 海牙国际法院就这个问题的裁决 是由中国法官在场的 是吧 中国法官也投了票的 是吧 这个裁决文件中讲啊 国际社会对殖民地之外的自觉权 及补救性分离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但是在本案中没有必要讨论自觉权和补救性分离权 无论在联合国宪章 还是在荷尔辛基最后文件中 领土完整原则只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 因此科索沃宣布独立 也许有争议 但并不违反领土完整原则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领土完整原则 在绝对意义上只适用于 甲国吞并乙国的领土 而乙国内部有一部分人要独立 是吧 这个当然也有很高的门槛 不能说一个国家中一部分人要求独立 就可以独立的 是吧 但是的确有一个民族自觉权这个东西在内 所以这个门槛必须很高 但绝不是不可能 而另一个国家去抢它的领土 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也就可以解释 俄罗斯在前苏联进行那种强力的干预 并不是这个被乌克兰并不是第一次 是吧 从1991年开始 是吧 俄罗斯就先后在前苏联地区制造过很多战争 是吧 1991年 他曾经支持俄罗斯的第14集团军 曾经支持摩尔多瓦的德内斯特河东岸地区独立 是吧 搞了一个至今存在的德东共和国 就是德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 是吧 然后到了那个19 就是几乎在同时吧 他又支持亚美尼亚 他又支持亚美尼亚 支持那个阿萨拜疆境内的那个亚美尼亚人 那个搞那个纳格尔诺卡拉巴赫 就是纳卡共和国的独立 然后又造成了一次战争 到了2008年 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动武 夺取了阿布哈兹和南澳赛提 是吧 那么对这两个地方 他也是让他们独立 是吧 俄罗斯始终没有像对克里米亚那样 吞并这几个国家 是吧 直到今天德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 阿布哈兹共和国 南澳赛提共和国 也还都是独立的 尽管这个独立 是在俄罗斯导演下的独立 但是俄罗斯毕竟没有 明火执障的吞并 是吧 科索沃也是一样 科索沃的独立有人赞成 有人不赞成 但是国际社会绝不允许 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合并 是吧 尽管科索沃90%的人口都是阿尔巴尼亚的 而且科索沃也要求跟 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也要求合并 但是如果合并 那问题就不是民族自觉了 就构成了领土吞并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是没有双重标准的 是吧 是是你可以说民族民族自觉 和那个领土完整 有双重标准 是吧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领土吞并和领土完整 那就是 那就是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俄罗斯自己也没有 也没有让这几个 我刚才讲的这其他几个共和国 把这其他几个共和国独立 甚至包括在2022年2月24号 那个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直到今天 是吧 俄罗斯也没有正式吞并 那个邓列斯克和卢干斯克 这两个 顿巴斯共和国 是吧 那么他当时为什么吞并了克里米亚呢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我看来 就是为了拉中国下水 是吧 因为当时他知道 如果他的诉求是克里米亚独立 那中国是不会赞成的 是吧 因为中国自己面临着很多 什么台独啊 这一类的这些问题 中国现在是不会赞成某一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要求独立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情搞成是克里米亚回归 那么在普京看来 中国人很可能就会赞成 是吧 那么中国人赞成 中国人就被拉进这个水里头去了 是吧 但是好在在2014年的时候 中国人还很清醒 是吧 没有去赞成所谓的克里米亚回归 是吧 但是克里米亚回归要比克里米亚独立 对国际法的冲击当然就更大 是吧 这个冲击 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像 那个苏台德的那个 那个事件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所以这里我要讲啊 普京 就从那次开始 是吧 他就得拢望鼠 越来越 国际社会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制约 是吧 这里我要讲 俄罗斯对在 他民主 他那个那个 苏联解体以后 是吧 俄罗斯民主化 曾经走得很远 是吧 他曾经接受了西方 不是 接受了那个普世价值观的很多东西 是吧 曾经 在社会转型和那个 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曾经有过很大的 进步 是吧 但是后来 人们发现 他在一个问题上 一直就是 有问题 就是他虽然 继承 他虽然继承的不是苏共的传统 但是他的确继承了 是安俄的传统 是吧 对那个俄罗斯帝国的解体 我这里指的不是苏联的解体 而是俄罗斯帝国的解体 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是吧 那个普京在221讲话中 也是通篇都是讲的这个东西 那么国际社会对这个东西 一直是反应是很迟钝的 很多人说 俄罗斯早期 独立以后不久 就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 这两次车臣战争 在西方有很多人 批评他们在车臣 侵犯人权之类的 是吧 那么这个侵犯人权呢 我觉得至少在车臣这个问题上 可能是要加以分析的 因为车臣的恐怖分子 也的确是很厉害 是吧 而且是车臣恐怖分子挑衅在先 是吧 那么西方在这个问题上 对俄罗斯的侵犯人权和民主倒退 是非常敏感的 这个敏感也可以理解 因为民主国家的一个特点 就是舆论不受控制 是吧 他的舆论 对一个国家发生的这些人权 民主问题 要说三道四 这个是国家没有办法去制止的 即使是中国的舆论 也经常对外国的事情 包括美国的人权标准 平头平足 是吧 那么中国也没有办法 或者说是中国也可以允许 是吧 那么民主国家就更是这样了 但是民主国家有一个问题 就是平头平足这些价值判断 是非常容易的 门槛也很低 但是如果你要民主国家的人民 付出代价去干预这些事 那个门槛就高得不得了 所以在另外一个问题上 民主国家对俄罗斯的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就很模式 这个问题就是对外扩张问题 是吧 大家知道俄罗斯的对外扩张 也不是今天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 在德尼斯特河问题上 唯一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可能纳格尔诺卡拉巴赫问题 还不能说是扩张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俄罗斯 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问题 尽管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小兄弟 是吧 俄罗斯是完全站在亚美尼亚一边的 但是这个问题毕竟本来是亚美尼亚的问题 而且亚美尼亚是比阿塞拜疆更弱的一个国家 而且纳格尔诺问题也不是苏联解体以后才有的 是吧 纳格尔诺的流血从1988年就已经开始了 那个时候苏联还没解体 而且那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也一直不承认 苏联留下来的这个边界 是吧 所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亚美尼亚这一边 还可以说是双重标准 他采取了一种 是吧 但是其他几个国家就不是这样 其他几个国家都是在 苏联解体的时候承认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 受到侵犯的情况下 苏联支持强势的一方进行以强凌弱的这种做法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包括苏联支持那个摩尔多瓦的俄族人 建立那个德东共和国支持我们知道 那个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虽然号称都是阿布哈兹人和奥塞梯人的独立运动 但实际上这两个国家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俄罗斯人 实际上现在掌权的也是俄罗斯人 基本上就是俄罗斯人自己搞的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 依靠普京搞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分裂运动 是吧 那么这个普京一次又一次的在 他的势力范围内搞这些事 实际上就是要恢复 这个这个原来俄罗斯帝国的这个传统影响 是吧 那么这个说 这个对这个事情国际社会 在2008年以前其实一直是不闻不问 2008年以后开始打嘴炮 但是也没有任何实际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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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 是吧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但是我们 仔细想想 这个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 其实也是齐来九尾 甚至我们可以说 民主国家的这个 这种主张啊 这种倾向啊 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老百姓 就是比专制国家的老百姓 在人性上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民主国家的老百姓 就更为善良 就不愿意去欺负人等等等等 那么就霸权和国际利己而言 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和一般的老百姓 没什么区别 是吧 人性所具有的毛病 他们也都有 是吧 你要说民主国家 皇上不能欺负老百姓 这大概是民主国家的特点 是吧 因为民主国家 他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要对选民负责的嘛 专制国家的皇上会欺负老百姓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是不能欺负老百姓的 但是如果欺负别国人呢 是吧 那么专制国家的老百姓 专制国家会欺负别国人 民主国家完全也有可能 但是区别在于 专制国家欺负别国 需要自己的老百姓付出代价 需要自己的老百姓当炮灰 纳税流血 是不需要本国人民同意的 是吧 是可以行使强制手段 而民主国家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就有一个 我们通常都知道的一个事情 就是 民主国家怕死人 专制国家不怕死人 是吧 我们通常把这个原则 往往跟 我们通常把这个区别 往往变成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 民主国家的人怕死 专制国家的人不怕死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是吧 国人不怕死和国不怕死人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是吧 一个国家能够随便的让自己的老百姓当炮灰 这并不见 这并不令人称道 但是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不怕死 是吧 愿意去捍卫某种原则 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情 是吧 那么就怕死和不怕死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可能 并没有什么 那个 并没有什么 那个 族性的区别 是吧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 都会有勇敢者 也会有 那个 软弱者 是吧 而且勇敢者和软弱者 估计都是政态分布的 是吧 就是说 绝大部分人都不是特别胆小 但也不是特别勇敢 是吧 不管是中国人 西方人 那个 能够承担一定风险 但是 承担风险的能力有一个界限 是吧 这大概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某些人是 就是不怕死的 那个 这些人 无论在哪个民族中都是少数 是吧 那么相反的 有些人就是 一点风吹草动都经不起 那么这个可能也是少数 是吧 但是 是吧 但是民主国家的对外侵略 我们知道 也的确是发生过 例如中国就曾经受到过 那个在 19世纪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 英国 法国 这些西方列强的 欺凌 或者侵略 是吧 那么我们注意到 这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冷兵器国家 是吧 这个时候的中国对热兵器的列强 其实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是吧 他们出兵中国也没有受到什么人员伤亡 是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包括美国 是吧 美国的白人一到新大陆就是实行民主制度的 是吧 但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北美殖民者 欺负印第安人可以说比英王还要厉害 是吧 我们都知道美国早期历史 美国北美殖民者和英王产生矛盾 要求独立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英王反而是要保护印第安人的 而北美的那些民主派 是吧 是非常需要印第安人的土地 因为他们是农民嘛 是吧 他们要在 他们要所谓的开脱处女帝 是吧 而当时的英王 他的主要利益是要跟印第安人做皮毛生意 是吧 所以他是反对那个北美的那些人 向印第安人 去抢夺土地的 是吧 那么我们也知道北美的白人 去把印第安人赶走 那么这个事情是他们的原罪 是吧 这个是不能 这是不能否认的 是吧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印第安人 是没有反抗能力的 是吧 他不仅当时的印第安人 不仅没有火器 连铁器都 最早的时候连铁器和马都是没有的 是吧 那么铁器和马后来是有了 但是也比当时的白人要弱得多 是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白人对他们动武 是吧 或者说那个热兵器的英国法国对中国动武 是吧 那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是吧 因为民主国家的人 他也有那个人性中 以强凌弱的这一面 是吧 这个是我们不用讳言的 但是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 这里头要有一个实力悬殊的很高的门槛 是吧 北美人欺负没有 那个 现代武力的印第安人 是吧 英国法国当时欺负 冷兵器时代的中国 是吧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中国在19世纪末 20世纪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以后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停止了 是吧 以后英法美德在中国采取的政策 我们说也是对中国有不公平的地方 但是这个不公平只是对他们已经取得的权益的一种维护 或者说不愿爽快的放弃 是吧 比如说他们以前取得的香港 他们以前取得的自外法权 他们以前取得的领事裁判权 他们还不想马上放弃 是吧 或者说甚至有些人不愿放弃 但是继续扩大这种权益 已经没有了 是吧 我们知道自从 中国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以后 那么西方就没有再扩大过他们在中国的权益 虽然他们还想维护他们原来得到的那些权益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继续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是谁呢 就是俄罗斯和日本 而这两个国家都是专制国家 是吧 都是独裁国家 都是更不怕死人的国家 所谓不怕死人不是说被侵略者 而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 是吧 他也可以用强制手段让这些人去当炮灰 是吧 所以到了 我们知道八国联军出兵最多最积极的就是俄日 是吧 那么这个英法美这几个国家 其实八国联军其实真正出兵的只有五个国家 是吧 而且这五个国家中西方列强都是象征性出兵 而且主要是保护使馆 是吧 真正想在这个 这个庚子事件中 在中国挖一块领土 是吧 或者说 核取巨额赔款什么等等等等 要获得新的权益的主要就是俄日这两个国家 是吧 那么在中国成为热兵器时代以后 中国是不是就能打得过他们呢 中国是不是就能打得过这些先进的列强呢 其实还是打不过的 是吧 但是不需要你打得过 是吧 只是他需要死多一些人 他就不会打了 是吧 因为死掉几个人 是吧 还可以死掉几百个就不行 是吧 所以就是 只要这两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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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力差异 不是太过悬殊 是吧 这个侵略 可以说完全不负什么成本 是吧 那么他就有可能侵略 但是这个侵略的成本 稍微高一点点 他们就会住手 是吧 但是在这个中国有热兵器以后 西方列强有没有对不起中国的事呢 当然是有的 这个对不起就不是侵略了 而是 绥静 是吧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巴黎和会 是吧 大家知道巴黎和会 是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件事 是吧 中国人作为 作为 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是吧 但是在巴黎和会上 那个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 没有退还给战胜国中国 而是转交给了日本 是吧 使得中国人觉得 受了非常大的欺负 那么侵略当时侵略中国 把这个 原来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 拿走了的是谁呢 是日本 并不是西方 是吧 但是中国人当时对西方也有意见 那就是西方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主持公道 没有帮助中国抵制日本 但是西方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 自己向中国拿走什么东西 是吧 当然我们也知道西方后来在华盛顿会议 就是巴黎和会以后四年的华盛顿会议中 还是帮中国把青岛给拿回来了 是吧 但是中国人往往把这个事情就忘记了 不过这个我们不讲了 至少是在巴黎和会的时候 西方是当了绥靖者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到了后来在918事件 在那个甚至77事件的前后 77事件以后的初期 中国抗日战争的早期 西方也继续是扮演了一个绥靖的角色 是吧 尽管他们是同情中国的 是吧 联合国派来的西方主导的李顿调查团 也谴责了日本 是吧 在918事件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的 但是他们没有为中国做什么实际的事 更不用说作为盟国 跟中国一起打败日本 是吧 那么918事件是这样 77抗战以后也仍然是这样 是吧 那么一直到最后 那个那个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 是吧 把他们也给打了 那么他们才 才卷入了这个战争 是吧 那么从这个情况看 你让他们加入一场战争是很难的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孤立主义 那么这个民主政治 它有孤立主义的传统 也有干涉主义的传统 是吧 这个 大概 七八年以前 美国出了一本 讲解美国外交传统的一本著作 叫做普罗威登士 是吧 或者说叫做天职 是吧 这里头提到美国外交的四种传统 就是那个杰弗逊主义 杰克逊主义 汉密尔顿主义 和那个威尔逊主义 是吧 那么 按照这本书的描述 威尔逊主义 就是为道义而干预 或者说为所谓的普世价值而干预 是吧 那么杰克逊主义 汉密尔顿主义 就是为利益而干预 是吧 就是为那个经济利益 或者说为那个某种实际利益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同样是干预 它可以有两种理由 一种是道义的理由 一种是利益的理由 那么同样不干预 它也有两种理由 是吧 一种是 那个 基于价值的 或者说基于道义的孤立主义 这就是所谓杰弗逊主义 是吧 一种是基于利益的孤立主义 这就是所谓的 那个 什么主义来着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四种 就杰克逊主义 是吧 那么 这本书啊 它把这四个人的这种 这种外交传统 理解为代表了美国社会的四个阶层 它认为杰弗逊主义代表美国农民 那个威尔逊主义代表美国的知识分子 汉密尔顿主义代表美国的工商业者 或者说资产阶级 而这个杰克逊主义代表着美国的那个军人 是吧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 是要靠多数决定的 如果你只是一个阶层 你是解决不了解释不了这个 这四种主义的 所以我更倾向于 把这个四个主义啊 当做 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坐标系的 四个象限 是吧 也就是说把干预和孤立 或者说干预和不干预 作为一个维度 道义和 道义和公立 作为另一个维度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得出这四个象限 是吧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可能基于道义去干预 也有可能基于道义而孤立 那么同样你可以以 你可以以利益为理由去干预 也可以以利益为理由去孤立 是吧 这四个象限 在不同的情况下 它都有不同的表现 是吧 但是通常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一般来讲 无论是以道义的理由去干预 还是以自私的 或者说以利益的理由去干预 民主制度就决定了 它的门槛是很高的 是吧 就是如果要使人多 或者要付出比较高的代价 那么老百姓就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我们看到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 它在二战以后 是吧 经历过很多战争 那么这些战争 我们经常说它遭受过一些失败 比如说过去在我们认为它在韩国是它在朝鲜是是失败了 那么朝鲜它是不是失败了 这个当然可以讨论 但是在越南它的确失败了 是吧 那么最近它在阿富汗又失败了 是吧 但是我们发现美国的这个战败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战败它不像当年的日本德国是在军事上彻底被啊那个军事机器被撤被摧毁了是吧 它的军队被消灭了 它的那个武力被摧毁了是吧 其实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越南甚至在朝鲜或者在二战以后的其他地方是吧 美国的军队无论就装备还是就人员的损失都要比对手要少是吧 也不是因为它真正那个军队被打败了是吧 其实都是因为民意变化了 而且我们会发现它卷入战争的时候民意都是高度支持的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如果民意不支持它就没办法打这个仗 我们以越南战争为例 在1964年美国国会表决那个东京二湾出兵决议的时候 是吧 当时美国的那个国会的投票好像是480比2 是吧 也就是说举国一致两党一致的那个态度 可以说比911以后出兵阿富汗都要都要更强烈 是吧 当时美国是举国一致支持干预的 但是越南战争死掉一些人是吧 当越南战争死掉几百个上千个甚至越死越多的时候 美国的民意就逆转了是吧 那么到了越南战争 大家知道最后美国的损失大概是五万人 越战纪念碑上每一个名字都有 但是 在这场战争中南越大概是死了23万多 北越死了90万 但是美国死了5万就打不下去了 是吧 而北越死了90万他还可以打下去 是吧 那么所以说在这种问题上的确是 我们经常讲啊 我们希望一个理想的制度 这个制度 在从事正义战争的时候 它的门槛可以比较低 但是从事非正义战争或者侵略战争的时候 它的门槛应该非常之高 但是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这样的制度 是吧 我们看到的制度 我们看到的国家 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 往往有一些体制 它使得这个战争的门槛很低 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 门槛都很低 但是有一些制度 它从事战争 是吧 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 门槛都非常之高 而退出战争的门槛却很低 是吧 我们知道民主国家都是有反战运动的 而像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这样的体制 一直到攻克柏林都不会有什么反战运动 是吧 所以美国在二战以后的历次失败 实际上都是被美国人自己打败 是吧 都是被美国的民意打败的 那个像越南战争 我刚才已经讲了 在东京湾1964年东京湾决议案的时候是480比2 是吧 但是到了1971年的那个国外用兵授权案中 是吧 那就有压倒的优势 那个剥夺了政府的那个那个魏晋国会同意的那个出兵权 是吧 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从越南撤军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啊 当然我们可以说美国出兵越南是不是正义的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打纳粹是正义的 可是西方国家在纳粹问题上表现的绥靖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他们后来最终跟纳粹作战了 那么他们的战斗意志 实事求是的讲 也不如苏联 是吧 那么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1941年到1944年 列宁格的大包围 是吧 列宁格的围城被包围了九百天 是吧 列宁格的120万人被饿死了 40%多差不多一半人被饿死冻死 是吧 这次大包围连同解围战和防守战 造成的军民总死亡率 总死亡数将近1000万 而德国在列宁格的死亡人数只有58万 当然这里指的是军队 因为德国在列宁格的没有平民的 是吧 但是列宁格的被包围了 九百天居然饿死一半人 居然能够顶得下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吧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俄国人 觉悟高 是吧 爱国 真的是这样吗 是吧 他们只是因为觉悟高 爱国 所以宁死不屈吗 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档案已经证明 在列宁格的大包围时期 因为饥荒 是吧 已经导致了 列宁格的人的那个底线的崩溃 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是 在列宁格的被包围期间 发生了很多所谓的特种案件 什么叫特种案件 就是人吃人 是吧 那个时候发生了2600多起 谋杀了人吃肉的事件 是吧 发生了1400多起 不是吃肉 而是抢夺供应卡 因为当时列宁格人快饿死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供应卡 凭这个供应卡 可以每天领到一两 一两片面包 可以可以可以活下来 你没有这个供应卡你就死了 结果就发生了 很多那个杀了人 抢夺供应卡的这个事件 那你说这个 已经达到这种状态了 你说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还有什么 那个 还有什么 什么觉悟可言呢 是吧 但是列宁格的人 可以这样一直坚持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一个道理很简单呢 就是因为他苏联的体制是 是投降不投降 是由皇上决定的 不是由列宁格的人自己决定的 而我们知道在欧洲 同样是二战期间 尽管民主国家也 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 但是他们的军队 他们的城市被包围 那用不着像列宁格那样 饿死一半人 是吧 那么通常在没有指望的情况下 他们就放弃抵抗 是吧 那么因为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民主国家是不可能 皇上说你们必须死 为了某种什么 什么 为了某种高尚目的 或者为了某种实际利益 你们就必须死 是吧 那他们是做不到的 是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而且现在研究绥靖政策的人已经 我觉得不像当年对张伯伦达拉蒂那样 一味谴责了 是吧 最近几十年对张伯伦达拉蒂的研究也证明 张伯伦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家 是吧 如果在和平时代 他可能是一个治国的好手 是吧 但是在当时他就很软弱 那么他软弱也不是 也不是踏实这样 早在张伯伦的前两任政府 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之随进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随进政策 的确也是一个民主政治很难 摆脱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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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顾及 是吧 不过反过来讲 随进政策 如果真的能够彻底摆脱 民主国家都成了战狼 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呢 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是吧 因为早在当年的康德潘恩这些人就曾经提出过民主和平论 他们认为国与国的战争容易发生在专制国家之间 也容易发生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 但是民主国家之间是不太可能发生战争的 是吧 有人 到了最近这几十年还有人专门做过统计 是吧 比如有一个很著名的表 说 这个 这个具体的数字我就不说了 是吧 总而言之 好像这个表上有两百八十多次战争 是吧 这两百八十多次战争中 大部分都是专制国家之间的战争 小部分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战争 但是民主国家之间就没有一次 那么民主和平论是不是有道理呢 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 很多人都提出了反例 比如1812年的美英战争 是不是属于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 比如1903年的英部战争 是不是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等等 那么我想任何事情都不会有 在人 我刚才已经讲了 人文世界的很多东西 你是不能下传承判断的 是吧 正如说民主国家 他的那个战争门槛很高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乌克兰人的那个战争意志就很坚决 是吧 乌克兰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么民主国家是不是就不可能互相打仗 这也还是很难说 是吧 不过我想即使说民主和平论不是绝对 不是绝对的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 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或者说门槛 要比不民主国家 或者说是那个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 专制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 那个几率要高得多 或者说门槛要高得多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对民主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这种 这种表现 当然我这里 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基于利益的 是吧 也就是说民主国家也要侵略人 是吧 那么但是如果代价太高 他就不会 他就会放弃这个打算 是吧 那么民主国家如果是 比如说基于国际利益 基于普世价值 基于道德的理由进行干预 那么也有一个代价问题 是吧 代价高了 那么正义的他也可能不去干预 是吧 比如说像那个 像那个 那个我刚才讲的 像那个918事件之后 包括那个巴黎和会 像那种情况一样 是吧 那么有人说 我在FT写了那篇文章以后 有一个朋友叫做顾泽徐 他写过一篇商榷的文章 他说啊 他说不能把民主和平和这个绥靖主义 混淆起来 他说民主和平是针对不正义的战争而言的 意思是说民主制度好像是不那么愿意打不正义的战争 而绥靖主义是针对那个那个那个不正义的战争而言的 而民主和平是针对正义战争 而绥靖主义是针对正义战争而言的 也就是该打的时候你不打 是吧 而民主和平是针对不正义的战争的 也就是说本来就不该打 是吧 但是我要说这个说法很政治正确 但是并不是事实 是吧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无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 其实民主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门槛是比较高的 是吧 那么我这里讲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 他想退出战争了 他原来从事战争 他有他的那个道义理由 他想退出战争 也可以找道义理由 尽管实际上是因为他付不起这个代价 但实际上他也会讲道义理由 这个道义理由 经常出现的就是所谓的完美的受害者理论 是吧 也就是说你受到侵略 他本来是帮你的 是吧 但是后来他发现帮你付出的代价大 他就不想帮了 那么不想帮他可以找一个理由 就说你这个受害者不完美 你这个受害者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是吧 不值得我去帮忙 是吧 大家知道美国在历史上抛弃了很多朋友 抛弃朋友的时候 他总是要说 我这个朋友很腐败 是吧 或者很 或者也有侵犯人权的行为 或者不够民主 是吧 大家知道他不管是在越南 在什么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说这个政权腐败无能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他总是要说并不是因为我付不起这个代价 而是因为我这个这个这个帮你的忙 你不值得我帮 是吧 你不够高尚 或者说你不够完美 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这种政策最后如果就两害相权取其亲而言都是错误的 是吧 也就是说他嫌受害者不完美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吧 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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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的一方欺负了这个这个这个受害者以后 强势的一方其实包括所谓的不民主啦 什么侵犯人权啦 什么什么等等 都是比原来要厉害的多 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不不完美 受害者的这个理论可以成为实行杰弗逊主义的一个理由 所谓杰弗逊主义就是以道德为理由的孤立主义 那么因此啊我们可以讲 作为一种体制 如果你要找出一种能够根除绥靖主义的体制 这是不可能的 也许它也是不可取的 是吧 因为我刚才讲了绥靖主义的另外一面就是民主和平 是吧 这个问题你可以理解为如果全世界都是民主国家 那么战争就很难发生 甚至不可能发生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有民主国家也有极权国家 那就很有可能极权国家的侵略和民主国家的绥靖 会加剧战争的威胁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从制度上解决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两者本来是一回事 或者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是从个案上 我们当然可以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去选择强硬的和不强硬的 是吧 比如说在二战中 英国的选民 法国的选民他们都很正确的抛弃了张伯伦选择了丘吉尔 是吧 但是我们会发现西方的选民的确也是很狡猾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戴高乐 是吧 二战一结束老百姓就把他们选下去了 是吧 这个这个 1945年 那个那个 那个战功显赫的 民族英雄式的 戴高乐和 和那个丘吉尔 都在战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就都败选了 是吧 也就是说到了真正和平时代 那么好像张伯伦市的这些人 就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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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丘吉尔这样的人更受欢迎 是吧 很可能这是一个个案的解决办法 是吧 也就是说 如果回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俄乌的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的确要说 乌克兰人选择了 泽连斯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是吧 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 乌克兰人是不是还需要这么一个强人 这就很难说了 是吧 那么泽连斯基本人 在乌克兰恢复正常以后 他会怎样治国 这也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秦桧老师 秦桧老师 这个 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比较 对乌克兰战争这个背后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绥靖主义和民主和平认 做出了精湛的分析 秦桧老师 我觉得您今天的精彩的演讲啊 实际上是以乌克兰战争作为一个样本 来分析它背后的这个在现代战争当中所涉及到的民主和平和随性主义之间的关系 来进行分析 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框架 绥靖主义似乎是民主和平认的一个结果 民主和平认是绥靖主义的一个原因 是这样一个分析的框架 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这里头可能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因果 就是民主国家从事战争的门槛很高 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 好的 那我在跟随您的这个演讲啊 再提几个问题 现在线上的观众呢 已经达到了8.2万人了 他们也有问题 民主和平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 在民主决策的时候 他对于战争的风险以及对自身利益的伤害 他会有非常清醒的判断的 他和这个专制啊 极权制不太一样 对吧 那在现代的话 像基辛格有这个何志恒理论 那是不是说何志恒再加上民主和平论 是不是说在现代发生大规模的 这个像二战那样的战争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从今天的俄乌战争这个情况看啊 可能可能还不能这样说 因为一方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由于核战争的危险 实在是他而且是没有胜利者 是吧 所以好像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来讲 好像绥靖就更有理由了 因为你惹翻了他 他会扔原子弹 可是我们也知道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这些搞核恶诈的人就更加有恃无控 挥舞核弹的这个几率就更高 是吧 以至于普京甚至有一段甚至说是 只要攻击克里米亚他就要用核武器 还不是攻击什么俄罗斯了 甚至还不是说什么西方什么什么 甚至说是那个那个那个炸了克里米亚大桥 他就要用核武器 这个做法我觉得是使得这个核战争的危险 到底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现在事实上是俄罗斯的这个核恶诈 确实是对欧美国家的有重大的影响 随进主义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是啊 是忌惮他的这个核威胁啊 是 他是有效的一种战术策略 是啊 但是反过来讲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到底是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 还是减少了核战争的危险 真的是很难说 那这个 如果这个现象不能改变的话 那我觉得核战争的危险是会变得更大 因为如果这个逻辑真的能成立 它有核武器你就不敢动它 那就会导致一切恶人都想拥有核武器 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近几十年的这个核武扩散的这个原则已经被基本抛弃了 抛弃的理由就是这个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萨达姆这些人没有核弹 所以它就被干掉了 像那个金正恩友 那你美国就不敢干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会 你就没有办法维持核武扩散 那么到了人人都有核武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碰上一个 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的一个狂人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 但是核俄诈也可能是当今世界局势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逻辑 我觉得像那个像这一次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西方包括美国 它不出兵害怕惹翻俄罗斯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也不反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采取模糊战略 实在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毫无疑问这是错的 是吧 你实际上不打算出兵 并不见得你就要把这个底牌一开始就亮出 那如果说我们从以美国为例的话 对这个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态度来看的话 拜登跟特朗普的态度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如果是特朗普的话 特朗普并不主张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义务 对对吧 所以说特朗普呢是不是会非常的清晰呢 我不会干预的 这个事情 他之所以在美国还获得了如此大范围的这种支持 这个也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社会 在民主和平论以及这个绥靖主义上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这个绥靖主义和民主政治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我刚才已经讲了 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我倒觉得很难说 是吧 因为不会出兵这一点大概是他们没有区别的 对 不管是拜登还是 关键就是干预 不是关键在于是不是把底盘把底盘亮出来 我觉得一个聪明的人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都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我实际上是不想出兵的 但是而且我实际上也是不会出兵的 但是我就不让你俄罗斯人有这种印象 我就让你俄罗斯人始终有担心我出兵的这种 那这个问题是属于这种 那秦老师 那很简单 现在比如说我们不管说这对不对吧 他们在在台海问题上就是就是这种模糊立场 模糊立场有什么不行呢 那这个问题您说就是 他是一个政治家个人在战术风格上层面上的选择呢 还是说 我这里要讲我刚才已经讲了 民主国家是和绥靖主义有联系的 但是具体到个人还是有张伯伦和丘吉尔的区别 是分的 是吧 所以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能从制度解释 但是我们解析 但是我们至少 当然我不能替美国人投票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面对俄罗斯的威胁 你们至少应该选一个比较强硬的人 对 但英国人最多还是选出了丘吉尔 对啊 美国特朗普最后败选的也是这样一个结果 当然特朗普是不是会比拜登在这些问题上更强硬或者更软弱 这个不好说 因为川普当然是美国至上论者了 我相信他也是不会出兵的 但是他会不会放弃模糊战略 那至少在另外一个问题上 他和拜登都没有放弃 好 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普京这个人 就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的一个领导人 他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哲学和意识形态吧 对 但是普京治下的这个俄罗斯呢 也是非常独特的 对 您说他普京的这样一个人 他是前苏共的传统的延续呢 还是一个沙皇一博的成绩者呢 还是说独立于这个两者之外的一个独特的第三形态呢 怎么理解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因为普京自己已经不止一次的明确的表达过这个东西 他就是继承俄罗斯帝国的这个东西 而且他非常反共 包括这一次出兵 甚至包括克里米亚事件都是这样 我觉得普京最近这些年呢 他基本上是在很多重大问题上 只要发言就首先骂一通共产党 然后说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反过来的 唯一没有骂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对 但实际上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所谓的对西方软弱 还是有非议的 只不过没点名 他真正没有骂的就是沙俄 他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从来没有做错什么东西的 当然了这个政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毕竟还是一个民选总统 不过话又说回来 沙俄在1905年以后在立宪的道路上 其实也走了很远 所以现在关于俄国有一种右派理论 包括杜金也是这样说的 包括那个普京这一帮人 甚至连索尔仁尼琴都有这样的说法 说俄罗斯帝国后来糟糕 就是糟糕在撒谎 就是撒谎不够强硬 不够铁血 否则也没有十月革命了 对呀 甚至一战都可能都不会打败仗 那现在大家都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杜金 是普京的大脑 杜金有一系列的著作什么 对吧 这个地缘政治学啊等等等等 你认为这个我们在国内媒体当中 宣传的这个杜金啊 是不是就是普京的大脑呢 我觉得一般的那种 所谓对外扩张的那种狂人 古往今来都有 都差不多 你说他们的思想有多深刻 我觉得看不出来 我觉得他们都是 发表一些很狂妄的那些说法 是吧 这个其实老实说也是看人下菜叠的 如果他真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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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塞尔维亚那样 在米洛斯维奇以后 也就很少有人敢讲这些话了 这个都我并不重要 何况就普京而言 他所谓的树立的国师 前前后后树立过很多嘛 是吧 他第一个国师就是利加乔夫 那还是一个自由派人士 但是也是很强调传统的 从俄罗斯思想中寻找资源 这是他一以贯指的 也不光是他大概是苏联解体以后的任何一任领导人 都是都是这样 但是你说这个狂人对他 杜金这样的人对他呢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说实在我看不出来 我觉得普京就是一次一次的探寻西方的底线 发现西方的底线好像是不怎么样 是吧 就是说越来越大胆 那么他在原来的时候还是很有分寸的 他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 尤其是作为一个技术官僚出身的 你说他受苏联的影响 我觉得没有多少 他自己也不承认他有什么苏联的影响 但是他作为技术官僚 他对自己的权利看得很重 也很想出风头浩大喜功 但是你说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意识形态 你说他是要沉寂了沙皇的衣博 但是如果具体分析一下的话 他要沉寂什么呢 就是大俄罗斯嘛 就是帝国的光源 你说我们说这个中华复兴 对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沉寂古代帝国 但是我们说中华复兴嘛 那你说这个普京是沉寂沙皇 那是不是就是说俄罗斯复兴呢 就是这样一个口号呢 如果是这样一个口号的话 那跟沉寂沙皇这个东西 只是说是沙皇是一个比喻而已 就是吧就像我们说那个我们的这个唐颂 如此的繁盛强大对吧 也就是一个比喻嘛 你不能说我们是在沉寂这个古代帝国的衣博 这个东西当然了 你如果你说你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 想要搞一个什么什么大国 那很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呢 四种外交之一的什么什么所谓的叫 汉密尔顿主义吧 那就是差不多 但是普京如果同时他又越变越专制的话 那当然基本上就是 所以说他这个政治哲学是比较模糊 我看那个 我觉得不能说是他个人模糊 整个俄罗斯就聚变以后 他一直是这样 就是一方面他是 因为巨变本身就是那个那个普世价值的影响造成的嘛 所以那个民主派在一段时间内是等于是政治正确的同意词了 那那基本上是连普京啊连叶利勤这些人都不能 而且即使到现在他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可能很少人注意到这一点 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民主共和时代 这就是二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共和国 但是在那个1991年以后 没有什么人提出要继承这个东西的 俄罗斯的国家杜马 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号称是第五届国家杜马 这个所谓第五届就是因为沙俄时代有一二三四届 所以叶利勤时代建立的国家杜马 当时就说是第五届国家杜马 后来是有人提出来说是你不能什么都会 后来才改成那个从从九一年算 九三年算第一届 但是但是当初是第五届杜马 就直接承袭那个那个沙皇的 当然他们承袭沙皇也有理由说 沙皇当时已经是立宪的了 那你就不好说了 因为沙皇那个时候的确也是 他在立宪的制度 他在立宪的那个道路上走的是比较远 但是他毕竟还不是一个真正的 简单一点讲就是当时沙皇 当时沙皇是在1905年的十月立宪宣言中 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立法权 就立法权是由杜马来行使的 但是沙皇有立法否决权 也就是说杜马通过的决议他可以否决的 他可以他可以推翻的 但是他自己的主张如果杜马不立法 他也实行不了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普京现在应该说比当年的沙皇还要强势 其实普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自己可能也经历过一个 犹豫和徘徊的过程 对吧 你包括他自己还曾经主动申请考虑加入百约 关于这个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国家强盛 经济繁荣的角度来说 这个处理好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 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道路 而且也是一个可行的道路 但是为什么俄罗斯他最后没有选择这条道路 这个是普京自己个人的问题呢 还是说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利益 和西方国家的利益 存在着核心利益之间的冲突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通常人们很容易采取的办法 解释就是文化决定论 说俄罗斯有这种什么什么传统 这个是摆脱不了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历史上 他往往在所谓的爱国和极端恨国之间 是不断地摆动的 俄罗斯的恨国主义 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极端 像列宁呢 今天听起来都匪夷所思的那个主张 当时很多 俄国很多人都是赞成的 是吧 就是列宁当时对一战 他不是反战的 那个他就是 就明着讲说是要使本国政府战败 所以连托罗斯基都觉得你这样说俄国人不能同意啊 因为托罗斯基的话就是那种本国政府 他说我们可以反战 是吧 可以主张什么 后来他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不赔款不隔地的和平 是吧 但是你说要让本国政府战败 那不是就要让德国战胜吗 你怎么能够成立 对这个到底是一个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呢 还是其他 我看这个经济学人上 可能代表比较典型的这个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态度 就是认为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入侵啊 他不光是为了领土 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看到在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国家啊 最后都变成一个导向西方的 或者是变成一个民主 彻底的一个民主政治的这样一些国家 这个对他自己的内在的体制啊 包括普京本人的权威啊 都会产生挑战和动摇 这个可能是 这个是西方的国家的一个解释 因为经济学人比较代表他们的这种这种态度 那这里面实际上就存在一个 就是普京作为一个一个专权者 他的利益和西方的国家的这个冲突 还是说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和西方之间的这个冲突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包括包括经济学人 很多人都是往往一开口就是什么俄国人 中国人什么什么 就把这些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当作一个整体去判断他们的 那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文化一个基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哪一个民族是一个共脑人 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大脑组成的 而这些大脑能够决定一个国家政策主要是制度的不同 而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价值观的不同 所以普京的很多想法不能动不动就说是俄国人 但是你要说是普京的想法动不动不是俄国人的话呢 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普京在国内的这个支持率啊 一度也是非常高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还请教过江平老师 因为他不是留苏吗 这个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呢 我还请教过他 他说啊 这个事情比较奇怪 他说有很多包括中国当年在留苏的这些人啊 还有相当的比例 他是同情这个普京这个对克里米亚的这个行动的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另外他说在俄罗斯内部 其实他的人民对普京的这种支持啊 其实他也他认为他说他们所看到的情况 包括以前当然在前苏联也存在这种情况 说也有也有相当比例的支持 这样的话就说有什么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导 我觉得不能这样说的 因为你看一战的那个俄国很多情况都是这样 这个民主国家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开始大家都非常狂热 包括俄国参加一战的时候也是啊 也是举国的效忠 甚至反对派都主张 说是我们现在暂时放下分歧 一致对外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后来你到了1917年的时候 反战就成了俄国的主流了 而且俄国那个时候反战是也是非常 包括阿富汗战争也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在老百姓 老百姓也是凡人嘛 对 老百姓也有自尊心 也有利益的诉求 也有什么什么这个 他也有比较简单的 对呀 受到一种 煽动啊 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 或者什么 就是一种虚荣心啊 就是说这种宣传 他也可能深入他自己的真正的情感当中 对 这种东西都有可能 我觉得就是所有这个人的想法都是会变的 对 只不过你像德国在攻克柏林的时候 有多少人还是战争狂人 就很少嘛 但是那个体制就不允许你表达呀 所以说你要看到是什么是真正的民意 对呀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而不是一个表象 对呀 他们现在动不动就讲什么列瓦达民调什么什么 这个列瓦达本身都是有倾向性的 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再问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俄乌战争最后的走向啊 您的判断啊 现在乌克兰也在反攻 对吧 这个反攻的力度和这个胜利都是非常显著的 那最后这个战争到底怎么收场呢 是乌克兰将这个俄罗斯的军队赶出乌克兰 收回这个乌冬地区和克里米亚 然后双方就宣布结束战争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这个还是不稳定啊 这个还会可能再一次出现反弹 我觉得俄国历史上啊 我从来都说我不具备有算命的那种 芬兰认输了嘛 但是芬兰实际上是不愤的啊 所以后来后来那个德国开始打苏联的时候 芬兰就站在德国一边参战了嘛 然后又一家伙就打到列宁格了 把苏联打得劈滚尿流的 是吧 那个苏芬战争包括两个阶段嘛 一个阶段就是东战 一个阶段就是旭战 那个东战他是 这两个战争输 芬兰都打得很成功的 但是毕竟太悬殊嘛 东战最后是 因为没有人帮他 他最后当然只好认输了 续战就是德国帮了他 结果他一下子就反攻了 不仅收服了实地 而且打到列宁格的城下 但是后来德国垮了 他就不行了呀 所以他最后还是就是认输了 但是也确实是苏联人领交了芬兰人的厉害 所以后来也就没有把芬兰怎么样 甚至那些跟德国结盟的国家中 芬兰是唯一的那个曼纳海姆 后来在战后还是民族英雄的一个人 你以前其他国家跟纳粹结盟的那些人 后来都成了法西斯了 那曼纳海连苏联都没有要求惩罚他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乌克兰的反攻 以及战局的变化 这个对普京的地位也会产生 我觉得俄乌战争能够看到的 能够看到的结束的条件 大概就是这个 就是概率比较大 我从来不讲一定会怎么样 我只能说概率比较大 因为普京的地位 他跟之前的这个前苏联 那个还不太一样 那是 对吧 他的地位其实也是比较弱的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战争形势 发生变化的话 这个对他的冲击应该是比较大 而且从历史上看 俄国的政治体制 都是受到这个扩张的 成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俄国历史上就是这样 就是只要一打败仗就会搞民主 只要一打胜仗就会 原来的自由派都会变得很专制 但是只要一打败仗 不管怎么顽固的统治者 就会马上就会搞民主 沙皇也是这样 沙皇也是这样 打败仗 就是每一次都是什么 什么那个那个那个 日俄战争打败了 就会有立宪 是吧 一战打败了就会有共和 那个那个那个 克里米亚战争打败了 就会有那个农奴制改革 但是如果打胜了 比如说 亚历山大一世 是一个所谓的立宪撒谎 就是思想非常新潮 但是他打败了拿破仑 他就成了个专制者 都是这样 那这个战争是决定了 一个是决定了普京的命运 对呀 也决定了俄罗斯的命运 也决定了俄罗斯进后的命运 对呀 那俄罗斯的命运 跟我们中国那就紧密相关了 是啊 这个俄罗斯 那就有两种可能性 普京的地位受到动摇 如果普京下台 那按照您说的这个历史的规律的话 这是大概率现象 那俄罗斯内部就要发生重大变革 对呀 这是大概率现象 重大变革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 很可能变成一个和西方和谐共处的一个 而且很可能就会拿中国做投名状 就是表现出非常反华 那这个是这种结局 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酷的一个结局 那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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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是对我们现行体制也是个很大的冲击 那就绝对 所以现在跟普京绑在一块 是个很无奈 我觉得是个很蠢的一个选择 你现在等于是中俄两国应该是争相把对方当投名状 这才是对的 所以现在看来的话这个历史当然很慢 你不把俄国当投名状俄国就把你当投名状 那这样的话 那决定世界格局包括中国自身的利益 其实今年还是特别关键的 当然是啊 因为从俄国的历史看 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 所以我曾经说西方其实也很傻 是吧 那个俄国什么民主倒退啊 人权问题啊什么什么 你不说他也倒退不到哪去 只要他打了败仗 他就完了 但是如果你不管喋喋不休的说这些东西 只要他打胜了 你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他会认为是你 你跟他做对 但是西方恰恰是完全相反的 在那些问题上就是 当俄罗斯进步的时候 西方总悬他不够进步 总是从价值观上去批评他 批评的很多 但是俄罗斯一旦大幅度倒退的时候 西方又不敢付出代价跟他 去跟他去较量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是这个都是 这里面背后的这个问题 不光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和美国 欧美 其实中国 这个也是人性的一些弱点 因为人性 我觉得这个欺软怕硬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普遍人性中比较 比较负面的一个方面吧 好的 那秦老师今天时间已经十一点 好了 十点十二分了 对 这个还是我们红泛直播的历史上 最长的一次了 这个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现在还在直播前观看 秦辉老师的精彩演讲 我们再一次对秦辉老师表示我们的感谢 谢谢大家 我们社会有秦辉老师这样的学者是我们的福气 用自己渊博的知识 精湛的分析 广阔的视野 来透视国际舞台上发生的重大的事件 揭示这些事件和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之间的关联 这样一种理性的分析 开阔的视野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财富 我们也希望秦辉老师 您要承担您的不是国际义务 承担您的发生义务 多发生 我们红泛您作为红泛的学术委员 我们今后也会希望你经常来到红泛直播间 来讲解你对时局 对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和分析 我们的广大观众都期待着您 我们也希望您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好 再次感谢秦辉老师 也再次感谢我们直播前的观众们 好 红泛法律经济研究所 今天晚上的直播到此结束 再见 好 谢谢大家